他是神域的天才 十二岁开始修行 三十岁踏上神域巅峰 新婚之夜惨遭兄弟背叛 临死之前护住他的挚爱一丝真灵 把他封入无尽的虚空之中 而他被灭身大阵活活祭练而死 一万年后 肖凡借师还魂重生 邻家正院一个少年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所处在一个陌生环境 搜索了脑中记忆发现 原来重生在一个少年的体内 他也叫肖凡 并且是个废物 门外嘈杂声打乱了他的思绪 也依然没用 而门口的恶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一巴掌打在小丫头脸上 肖凡闻声打开房门 看到肖凡出来 小丫头不顾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冲到肖凡怀里呼唾道 少爷你终于醒了 搜索下记忆发现 灵月儿虽说是丫鬟 但是待他如亲妹的一门 肖凡温柔问灵月儿 是不是灵虎胆恩 若大一个院子 就灵虎一个歪 灵虎看到自己被不识 说要好好教训下这个废物主 随后拍出一道灵力飞出 灵月儿不顾身体的伤势 上前护住肖凡 肖凡怒道 放肆 身体释放出威压 灵虎动弹不得 还在震惊之余 肖凡抬手一挥 灵虎应声倒地 嘴里还在叫肖或杀了肖凡 就在准备结果了灵虎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住手对待族人 居然下手如此狠 此人是灵虎大长老孙子灵月 肖凡说道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别浪费我时间 此刻灵虎开口说 你是灵虎外姓之人 以前仗着你外公是组长 如今你是个丹田破碎的废物 站着正院浪费灵家资予 肖凡不理灵虎反而对灵雷说道 原来你们知道我外公是组长 我才是真正的灵家人 你我之间才不可相互动传 手指向灵虎说道 而他就算赐了信任 也只是一条狗吧 灵虎虽说是个牛虎 肖张惯了哪受过这种委屈 于是恼羞沉默 右手聚集灵力向肖凡披来 肖凡冷风一声 只是手指一挥 灵虎身体便硬身飞出 不等灵虎反应 肖凡大步上前一巴掌上去 这一巴掌 是替我外公打得让你这恶狗 出言不虚 这第二巴掌 是教你什么是奴仆的局 打完灵虎昏死过去 眼见肖凡气势如此 根本不像丹田破碎的废物 就算是自己 也不是肖凡的对手 便撂下一句口话匆匆离去 这明显是去摇人了 上一世被兄弟害死 新婚之爱更是了无音讯 一万年后重生了 但是这具身体 却是丹田破碎的废物 外公更是为了他向人下跪 肖凡发誓要让奸人付出代价 想到这里握紧拳头 因为要被打翻 林雪儿重新煎了药 此时肖凡问到他外公的消息 林雪儿不小心说漏嘴 因为此前 这具身体肖凡丹田破碎 原来他外公为了寻药去了药王 肖凡搜索记忆发现 药王骨和林府世代有恩怨 外公更是发过毒誓 不再踏入药王 而我丹田破碎 是因半个月前在林静 被皇族三皇族偷袭 而变成丹田破碎的废物 并且还被三皇子颠倒黑白 诬陷我偷袭 他在先 从此背上刺杀皇族之名 外公更是为了我向三皇子下 跪为我求情 此时才算了结 想到这里握紧拳头 前世在神域哪受过这种忌 心里暗暗发誓 要好好报答外公 林雪儿看我一脸怒容劝警 不要太担心 打发走林月儿消凡 开始检查这具身体 随即盘坐起来 嘴里默念叨 归息内侍 照见自身 萧凡瞬间进入一个光芒万丈空间之中 过了一会 才反应过来 居然进入意识空间了 忽然一只仿佛可以吞噬万物的巨兽 咆哮着 萧凡定睛一看 吞天兽 可以吞噬一切的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意识空间 此刻萧凡发现 吞天兽心脏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定睛一看 居然是我前世偶然所得的蛊猪 原来这个蛊猪 是吞天兽死后所化遗骸 此时蛊猪竟然可以和身体产生共鸣 萧凡立刻开始与身体融合 片刻后 萧凡发现不仅修复了丹田 而且还构成了全新的全身经脉 前世偶然所得的蛊猪 竟然一同穿越 机缘巧合下破碎的丹田 成了完美的容器 让蛊猪和身体完美融合 成为一体 既然蛊猪有吞噬的力量 那么我 想到这里从意识空间出来 对着桌上一碗药凝聚灵力 吞噬 瞬间一碗药被吞噬殆尽 萧凡静地感受吞噬带来的一切 经脉完全恢复 药物的副作用也没有 此刻嘴角上扬 心道 不愧是上古太出生灵 可吞尽世间万物 如此霸道的天赋 吞天 吞地 吞仓穷 吞日 吞月 吞乾坤 想到这里萧凡眼神变得灵力 我一定会亲手夺回被抢走的一切 既然吞天兽的蛊猪和丹田融合 就叫做吞天丹田 可以吸收不同灵彩 伸手一招一把飞镖瞬间到了萧凡手中 普通的飞镖被吞噬后 就获得最基础的金属性 心道 这天赋实在太惊人了 既然老天给了我这世重生了 我必须要好好把握重新来 短短几个时辰 从炼体一重 突破到炼体四重 就算当初在神 也从未有过如此神速的境界 因为修炼太久 毕竟是凡人之躯 萧凡便去灵土食堂找吃的去 正在萧凡大口躲一时 议论纷纷声音响起 这小子不是丹田被废了 居然还来灵土食堂 萧凡心道 这次要立威才行 抬起筷子说道 我吃多少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每个人都有配额 我受伤未曾领取 这是我应得的 要立威 得找个理由激怒他们 有人说道 你没领那是放弃 你那份该归我们 此时灵土声音响起 你丹田被毁 没资格享用灵土资源 萧凡冷笑说道 你有资格吗 我作为为灵土的荣誉而受伤 甚至被毁掉丹田 你们做得到吗 众人听完哑口无言 萧凡又说道 以前你们怕我 也就只敢背后应了 听说我丹田被废 就露出丑恶嘴脸 落井下石 灵虎怒道 住口 大家都知道 你丹田破碎是个废物 萧凡不屑说道 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一群疯狗 只知道终日犬废 丹田破碎的小废物 砍了你 说着就提刀冲过去 萧凡道 灵府内动用兵刃 只同门于死地 重罪 萧凡手提起筷子 金属性灵力 从筷子爆发出来 轻松挡下灵府 这致命一击 不等他反应 按住灵府的手说道 这次叫你好好长点记性 说吧 提起筷子后 只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 灵府右手 被筷子狠狠插在饭桌上 目光阴冷地对着众人说道 有人还想当出头鸟吗 此刻鸭雀无声 萧凡看 无人说话往门外走去 并说道 以后长点眼 否则就是他这样的下场 我消烦不是谁都可以欺负的 我真是太惨了 重生后 是个丹田破碎的废物 前世被兄弟残害 至爱也了无音讯 这一世外公被人逼着下跪 自己被废了 留下小命苟活 机缘巧合 竟然修复了丹田 并且拥有吞噬万物的能力 等着吧 你们所有人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教训了灵府 我思索着外公 应该从药王谷回来了 画面一转 灵府议事大厅内 两名守卫被人踹倒 而踹人者 就是我的外公林金红 刚从药王谷回来 就被拦在店门口 一边走向大店主座 一边说道 听说你们 有人对我心存不满 有谁能跟我仔细讲讲吗 众人看着气势都不敢说话 忽然一道声音响起 我来 灵雷的爷爷林海天 从人群中走出说道 你身为家主 当众下跪 实在丢人 向家族是仇 求取解药 我用林家资产 只为你那外星的废物孙子 治病 违反族规 你该当何罪 林金红问道你想怎么样 林海天说 你不配当家主 林金红 威压扩散 怒拍桌子 你敢以下犯上 众人感受到这威压 竟然是仙天境 心道早说 不要招惹他了 林海天身躯一阵 威压瞬间散开 并说道 你以为我林府 救你一个仙天境吗 在场众人一阵惊呼 林金红不屑地说 你以为突破仙天境 就能跟我抗衡吗 哪怕仙天无准之间 也是天差地别的 林海天随手 拿出一枚丹药 告诉众人 这是仙天丹 能让后天无准 直接突破仙天境 并说要贡献给林水 众人看到眼路贪婪 看到众人反应 又说道 林金红 因触犯家规 礼当受罚 旁边长老附和道 让出家主位置 由林天海担任 此时林金红沉默了 他并不是任命 只是感叹自己的家族 可悲可怜 心寒啊 林海天见状冷笑说道 还有人反对吗 从没见过这样 如此大方的赌约 输了送给对方一座丹楼 但赢了不要对方任何钱财 反而是让其滚出林府 此人正是男主萧凡 当进大厅的萧凡 就被林雷挑衅 那么必须要下点赌约 好好教训一顿 所有人都知道 萧凡已无丹田 赢下这局不成问题 哪料林金红敬 拿出丹楼 为外孙萧凡做赌注 这让众人大惊 要知道这可是 最赚钱的产业 林雷同意赌约 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 做赌注 不过萧凡并看不起 这区区一万两 他告诉林雷 自己不要任何东西 只要自己赢了 你们爷孙俩滚出林府 面对这样胜券在握的赌约 林天海直接替林雷接下来 随后萧凡拿出契约书 与林雷一同签下契约 毕竟怕某人不要脸的反悔 见赌约达成 萧凡和外公便选择离开 就在离开之际 林金红土出一口老盘 萧凡赶忙上前关心 外公只是借口道 是小伤不是大问题 以起这个 外公更在意自己 从萧凡身上感受到的灵力 萧凡没有隐瞒 告诉外公自己突破到了四重天 外公生怕萧凡境界提升如此之快 会有什么隐患 萧凡也清楚 若是告诉外公自己不是萧凡 而是借师还魂重生 以外公的年龄早已无法承受 便假借自己在昏迷这些日子 曾梦到过一方青铜殿 殿中一个老前辈说与自己有缘 不仅在睡梦中传授奇特功法 还帮助自己恢复了丹田 这前辈 我总感觉有些熟悉 没心处有道金色印记 外公听后不禁思索起来 顿时喜笑颜开 是我林家老祖 萧凡之所以这么说 只因从这少年的记忆碎片中得知 曾经的林家有一段辉煌过往 林家先祖更是真武大陆的至强者之一 只不过后面先祖不知所踪 这才让林家开始没落 紧接着说道 林家先祖一直在睡梦中传授功法 自己定会完成今日的誓言 外公劝萧凡好好跟先祖学习 自己的屈辱不算什么 不料下一秒 外公再次吐出老坛 萧凡见外公伤得如此严重 以先祖传授功法为由 开起了天地之眼查看外公的病情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外公体内竟有生命妖虫 能够让一整座城变成死地的妖虫 从没见过如此诡异的虫子 只要出现在人的体内 就会夺走人的生命 可以说在这个世界近乎无解 萧凡询问外公去药王谷 有没有服用生命东西 外公解释道 药王谷以自己先天高手破坏力太强为由 逼迫服用压制修为的丹药 当然作为交易 也获得了一粒续命丹 萧凡在看到这粒丹药后 一眼便认定这是一粒废丹 不仅不能救人 反而还会多人性命 外公听后大惊 要知道这可是自己舍命换来的 怎么会是废丹 萧凡见外公有些疑惑 开口道 丹药分为三六九等 其中又有废丹 有侠 无侠 完美之说 同种丹药在不同丹试炼出的品级不同 显然手中的这一粒丹药就是废丹 只是轻轻一捏 丹药便灰飞烟灭 这让外公气得不打一处来 萧凡却提醒外公先将药王谷的事情放一边 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体内的麻烦 外公认为自己是先天高手 只要闭关便可以逼出体内毒素 虽说外公不知毒物的厉害 但萧凡深知这妖虫只有自己可以除掉 让外公认识普通妖虫也是好事 可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若在神域之中 直接使用最高级的灵才即可 而现在这番人欲 一切只能从简了 数日后 萧凡决定搬出灵府 毕竟灵府人多眼杂 大多数早已成为灵天海的人 现在只能前往丹楼 等自己回来之时 定要让所有人付出代价 老人被欺负了 竟没有人帮忙的 反而是过来看热闹的 从这一老姨少的口中得知 少年是墨家人 想买老人手中的水晶石 认为卖十五两银子是在框自己 今天只出一两银子 卖也得卖 不卖也得卖 众人看了也开始怯怯思语 这留老头也是可怜 家里老伴重病在床 估计是熬不过去了 可墨家的人 他们根本惹不起 只见少年一拳朝着老人打去 等老人睁开双眼 发现萧凡替自己接下了这一拳 墨家子弟 难道都是如此不堪吗 竟对手无寸铁的老人下手 墨家魔腾一眼认出了废物萧凡 萧凡 就凭你也有资格说墨家 你在那邻近中 偷袭三皇子 妄图去取灵异 那才叫厉害啊 随后指着萧凡大喝道 你这个废物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萧凡看着魔腾 黑山郡四族中 林家与墨家本就水火不容 自上次临近之事 墨家定然参与了进来 随之冷哼一声 转头便让老人将当才出售的水晶石 给自己一看 在拿到水晶石后 萧凡也是脸色大变 眼前的水晶石果然是天晶 能够清楚地感应到这股磅礴的力量 墨腾耐不住性子 决定好好教训萧凡一顿 朝萧凡扑来 墨家子弟 竟会些偷鸡摸狗 背后偷袭的够大 只是个眨眼间 便消失在墨腾面前 让墨腾扑了个空 紧接着来到墨腾身后 对着身后一掌 瞬间让墨腾倒飞出去 萧凡来到面前 现在知道痛了 刚才仗势气人的时候 不是嚣张跋扈得很吗 怎么可能 你这废物 使用了什么要挟手段 看着魔腾如此这般废物 还说自己使用要挟手段 墨家子弟 也不过如此吗 在教训完摩腾 萧凡带着老人离开这里 看来自己有必要问一下 这一块水晶石的来历 水晶石 一个存在于神域中的天津 很快萧凡带着老人来到丹楼内 询问关于水晶石的来历 从老人口中得知 这水晶石是从天外坠落 只因老伴中了青蛇之毒 危在旦夕 只得去天火山脉寻找解毒之物 恰巧碰到从天而降的石头 猜测是宝贝 这才想得来到及时卖个好价钱 萧凡在了解事情的大概后 将解毒丹药递给老人 顺带让月儿拿些银两送老人出去 至于天津坠落点 有时间得去看看 说不定有其他宝物 眼下最重要的是帮外公解毒 本以为这个难题解决有些繁琐 今日恰巧得到天津石 只要以天津石作为阵法核心 那么一切都变得简单 次日 萧凡将外公带到房间内 亲自摆阵为外公治疗 在这过程中 妖虫重腕出现异动 正散发着属于神域层次的灵力 以凡人来说 简直就是剧毒 只能动用吞天丹田的能力进行吞噬 萧凡没想到自己的修为 竟开始疯狂提升 这样绝好的机会 无疑是饥不可施 立刻让自己突破到了肉身五重天 很快外公吐出一滩血 妖虫被一同带了出来 萧凡将妖虫收回 也许通过他便可以找到母虫的线索 在妖虫吐出来后 外公瞬间神清气爽 那原本玉洁的气血都活跃畅通起来了 萧凡询问起 外公是否修炼的是玄阶功法 外公没有掩饰 灵府身为黑山郡城第一家族 自然有玄阶功法为底蕴 而舞者的修炼功法分为 凡阶 玄阶 地阶 天阶四个等级 而每一级又有着高中第三个小级别 天阶功法属于传说中的存在 几乎没人见过 地阶功法位于大陆顶端 是至强者的象征 而想要成为郡城中的豪门 玄阶功法便是标准之一 萧凡听了外公的话 淡淡道 外公 月儿 你们就修炼着长生功和宿女精吧 随手拿出记载功法御筒 外公看后手中的杯子意外掉落 脸色大变 竟然是天阶功法 萧凡撇嘴一笑 不错 外公等下一次再见到林天海的时候 让他大吃一惊吧 黑山郡城莫府四大家族之一 现任家主莫云峰 依靠上使赠送的功法瞬间突破瓶颈 来到先天境中期 高傲的他认为黑山郡在无人能与自己抗衡 此时莫藤球剑 告诉莫云峰天经时被林府废物消凡带走 进了单楼 莫云峰在得知消息后 命魔腾下去灵赏 随后拿起房间漂浮的镜子 在一顿念咒后 一道黑影飘出 莫云峰 我不是吩咐过 没事不要打扰我吗 上市 我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您让暗中查的天经时正在东方单楼 此时的单楼内 婉家园城正向林金红汇报 近日单楼利润减少的情况 林金红一听便知一切都是莫云峰那老东西搞的鬼 喜欢玩音的当老六 就在此时一名男子走了进来 是首席炼丹师陈玄 林金红见状立刻上前迎接 陈丹师 你可是很少出炼丹师啊 不知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陈玄直言道 听说令孙肖凡前些日子 在方世间偶然得到一颗天经时 此物我有大用 不知可否转让 林金红听了也是一惊 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天经时 很快便将肖凡叫了进来 肖凡看着眼前的男人对外公如此无理 也是十分诧异 你就是肖凡 有事 听说你前些日子在方世里得到一枚天经时 那天经时对我有用 我希望你能够交出来 当然了 我也不会亏待你 二届灵丹脆体丹 你丹田粉碎 五道一图算是完了 脆体到还有几分希望 肖凡宛如看傻子一般 就这破东西 怎么可能吸引到自己 随后冷哼道 陈丹师 这段时间以来 想必你一定和墨家走得挺近吧 自己得到天经时时 周围人虽多 但除了墨腾醉翁之意不在酒 恐怕没人认识天经时 请问阁下是如何知道天经时的消息呢 陈玄听了直接献出原形 你这个没有丹田的废物 拿它也没有用 还不如老老实实交出来吧 林金红见陈玄如此贬低自己的孙子 直接叫气滚出去 三日后 管家慌忙地敲着老爷的房门 果然和肖凡猜测的一样 陈玄勾结莫府 正蛊惑其他丹师一同离开 林金红也是苦恼 陈玄若走也是可以 只希望能够稳住江远 可管家再次道 江丹师也已经被说动要离开丹楼了 丹楼出世了 陈玄叛变丹楼 带着江远一同离开 竟想着投靠墨家 这无疑是让林金红一下失去两名恋丹大将 此时的陈玄正劝说着其他丹师一同离开加入墨府 十日后还会举办临丹大会 林金红在听到消息后 立刻赶了过来 江远 我林金红有什么亏待你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林府主 当年你只是帮了我个小忙 我将远之恩图报 可这些年下来 也算还完人情了 大家有聚有散吧 陈玄也在一旁附和 劝林金红少浪费口舌了 这一切都是那废物萧凡害的 更有很多丹师开始抱怨起来 他们本就冲着江远大师才来 现在江远大师要走了 那肯定要求林金红赔偿他们 林金红面对这样的场景也很无奈 若江远走了 这签订的契约自己虽然可以解决 但炼丹师却很难再找 等等 想要赔偿那是做梦 谁不想待在我丹楼的 就自己滚 萧凡通过林玥儿的报信来到了这里 外公 我们丹楼的炼丹房在哪 我要炼丹 陈玄听萧凡这话 不禁嘲讽道 就你这个废物也想炼丹 阿猫阿狗都想来凑上一脚不成 林金红听陈玄说到自己外孙 手指陈玄让其滚出丹楼 随后转头询问萧凡 你突然想炼丹 诺非是老祖的安排 没错 先祖特意传下了炼丹秘迹 好让林府这次扬眉吐气 林金红听后大喜 立刻去准备上好的材料 萧凡来到炼丹房 伴随着材料的融入炼制 萧凡很快就将丹药炼制完成 接下来可真期待林丹大会 次日 众人来到莫府参加大会 陈玄见到林金红自然不会放过嘲讽的机会 呦呦呦 这不是上任辅主林金红前辈吗 怎么 今天来我们莫府 是丢人来了 没有了江远 这次林丹大会看你们还怎么挣扎 萧凡听着陈玄的话并没有理会 一会儿自己倒要看看谁才是爹 莫府大厅 众人早已在此等候 林金红带着萧凡来到大厅内 让萧凡没想到林天海竟也来到了这 要知道林家只需要一个代表即可 莫家竟把外公和林天海两人都邀来了 可真有意思 首席丹师莫大师看众人到齐 毛遂自荐申请自己做主持 第一件林丹是林宝阁翠姬展示的丹药 当瓶子打开的那一刻 里面的丹药香气飘出 这也是让莫大师一惊 五品林丹 获敬丹 要知道先天境强者服用后 可以直接跨越一小街 翠姬见众人这般模样 也是不由嘲讽 这黑山郡城世家大族 也不过如此 毕竟家族传承最多只是玄阶功法 一枚劣质的五品丹药也足以让他们疯狂 萧凡看着这枚丹药不仁吐槽 好好的灵财被丹师浪费掉 真是可惜 若被服用 恐怕服用后修行之路也会断送 林金红看着外孙这般讲 换作以前 自己必定眼红 可现在自己手中有天阶功法长生功 完全可以冲击更高的境界 第二件宝物则是 莫云峰拿出的赤血丹 从上古一季中得到的 古老丹方炼制而成 能够短时间内爆发出 超越自身的境界力量 其副作用只需要休养一两个月即可 并不会影响修为 众人听了这番话 也是纷纷眼红起来 就连翠姬看了都想与莫甫合作 林金红也清楚了 江远为何被莫甫吸走 看来这就是主要原因 莫云峰看着林金红嘲讽道 我们莫甫连赤血丹都拿出来了 你们不是号称黑山郡第一丹楼吗 有什么林丹拿出来开开眼啊 这等小事何须我外公来 说着直接将手中丹药扔向莫云峰 莫云峰看着手中的肉身丹 再次露出一脸讥笑 没了江远大师 你们就整了个破丹 黑山郡地丹楼不过如此 就在此时 身后的翠姬惊呼一声 这是完美林丹 堂堂四方神域第一人萧天帝 练出的肉身丹竟被人认为是废丹 好在有慧眼之人 翠姬通过这丹药的灵力波动和药香气息 一眼便猜测是完美林丹 翠姬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偏僻的黑山郡城 竟出现完美级别的丹药 莫云峰脸色铁青 不可能 他灵金红从哪弄来的这等宝物 莫大师也是惊呼 自己本以为这次主持只是走个过场 没想到林丹大会卧虎藏龙 竟出现如此真品 说着这话 身体也不由地颤抖起来 老夫一生只不过能炼制出无暇丹罢了 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完美丹 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啊 莫云峰见莫大师这般洗脑 立刻制止起来别被骗了 完美丹 哪怕在浩瀚边荒都是传说的存在 怎么可能出现在黑山郡城 还认为这是林金红用了障眼法 只不过是想骗他们而已 好在莫大师没有听信莫云峰谗言 结果肖凡手中丹药细细查看 看着如此饱满无瑕没有一丝杂志 经过莫大师这般间谍 翠姬赶忙寻求林金红帮忙 引荐这背后的大师 林金红假意咳嗽 深沉道 这位炼丹大师吗 说不得 不可说呀 莫云峰见林金红这般 嘲讽道 林金红 恐怕那所谓的炼丹大师 根本就不存在吧 或者说这枚丹药 怕不是从哪里捡来的吧 更何况这区区一枚肉身丹 就算完美丹药又如何 在大师家面前不堪一击 脸上浮现出一脸讥笑 没有炼丹大师的支持 那丹楼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反而我莫府掌握上古丹方 丹方可源源不绝 话音未落 两名手下早在萧凡的安排下 将箱子抬了进来 莫家主倒是忘了告诉你了 这肉身丹 可是有整整一箱呢 不过这么垃圾的丹药 你们莫家瞅不上了吧 翠姬听了大惊 一颗完美临丹足够让自己震惊了 现在又出现一箱完美丹 怎么不叫自己折服 看来无论如何 一定要拉拢林府 拉拢林金红 区区一个完美丹 怎么能够衬托出 神域第一人萧天帝呢 要拿也要拿出一箱完美丹 这样才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翠姬与莫大师见状 立刻来到林金红面前 请求将炼制完美丹的炼丹师 介绍给自己认识 条件任意开 见这般场景 莫云峰也是气得鼻青脸歪 没想到这次的林丹大会成全了林府 经过此次一战 所有人都知道了林府 隐藏着一位炼丹大师 一个个都想巴结林金红 就连之前退出的炼丹师 也开始后悔 后着脸皮求林老家主 同意自己回来 萧凡怎么可能 给这些墙头草机会 凡是之前要过赔偿的人 我们丹楼一代不要 而之前留下的 所有待遇翻倍 随后告知外公 先祖嘱咐自己 要处理一些事情 之后会自己独自回丹楼 外公听后 也默许了萧凡的行动 很快 萧凡来到老人所说的 天津石坠落之地天火山 山脉深处 有超越九阶妖兽的可怕存在 为了减少与妖兽浪费时间 萧凡使出天地绝脸器 仅仅是一个踏步 便来到了山脉最深处 眼前赫然出现一束金光 也是让萧凡一惊 这是高等的镇法气息 小天门镇法 萧凡一眼便认出 这镇法至少存在了两万年 从痕迹看来 似乎曾有一位真武大陆的镇法宗师 凭借此镇沟通到了 四方玉与凡人玉之间的 虚迷小世界天门世界 只可惜镇法核心彻底碎了 只怕老人见到的那枚天金石 便是镇法最后一个运行的巧合 而自己目前实力不够 只能等到以后再来修复了 那么接下来 该要回到灵府 参加宗府的考核了 好好教训一顿零雷 一个没有丹田的废物 仅在短短几天时间 便成功突破到了肉身六重天 可惜差一点就到七重天了 若让别人知道 岂不是会被称为怪物 很快外公带着萧凡来到灵府 从外公的口中得知 整个宗府考核分为三大项 第一项 力量的测试 第二项 五道一支的考核 第三项狩猎考核 前两项在灵府内部举行 有绝对中立的祖老们制吼 第三项要去荒野山林 只怕灵天海会耍什么诡计 进入灵府自然是篡位的灵天海主持 拍口便是感谢灵宝阁的到来 一个劲地拍起彩虹屁 内心还泛起了花 要知道往年的灵府考核 灵宝阁根本看不上灵府 想必自己当上辅主后 给自己赏光 不料下一秒 翠姬没有理会灵天海 转头便询问灵家主 何时将炼丹宗师介绍 给自己认识一下 气得直接宣布 两人进行宗府大饼 共有十顶青铜饼 百斤到两千斤不等 灵落四百斤 灵权六百斤 轮到灵雷 走到千斤重的第七顶 大喝一声 给我起 一千四百斤的顶被轻松举起 一下便惊到了一旁的考官 众人见状连忙 对着灵天海拍起马屁 可当看到肖凡 走向两千斤的第十尊顶时 众人大惊 要知道这可是两千斤的顶 在这个年纪 没有人能够举起来 灵雷犹如看好戏一般 显然肖凡这废物脑子坏掉了 开始自暴自欺起来了 只见肖凡周身散发出红色光芒 大喝一声 紧停一只手便将两千斤的顶 高高举起毫不费力 众人见状一下缓不过来 这 这 这什么情况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这废物竟然举起了两千斤的重顶 肖凡轻轻一丢 将顶丢向灵雷身边 要不是为了衬托一下主角肖凡 不然早就被砸成肉泥了 肖凡眼神中充斥着不屑 你刚才说什么 区区两千斤 轻而易举 灵雷此时脸色铁青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那个青铜顶一定有问题 结果被考官直接驳回 这是长老会检验的 你这是在质疑祖老的公平吗 气得灵雷只能默默地离开阵 等待着第二项考核的开始 肖凡刚开始第二场考核 石海中就出现了几位小萝莉 正打扰着他考核 而这第二项的考核 是五道一致的考核 只需要坚守本心 坚持到最后为胜 肖凡看着周围的阵法 不由感慨 这粗陋的阵法简直跨得不要不要的 怎么能考验五指的本心 代长老施展结印 腾柱金光闪起 阵法被开启 仅仅一瞬间 众人感知到了不同程度的效果 而在灵雷的石海中 树枝虚空虫出现 虽说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假的 但也在一定程度对灵雷有干扰 而肖凡这边则是几位小萝莉 正打扰着他考核 不过这一切在肖凡面前 都是一群红粉骷髅罢了 这些无谓的幻境 瞬间被击破 很快 灵辅众多小辈 纷纷坚持不住退出了比赛选择放弃 而场上只剩下肖凡与灵雷二人 不到半炷香时间 灵雷开始坚持不住了 还是着了幻境的道 随之摆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好在大哥从宗门那里弄了清灵丹 这次必成有史以来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 可当灵雷看向肖凡时 整个人呆住了 没想到这废物还在坚持 看来自己在毅力考核的过程中 又一次败在了肖凡手中 而此时的阵法中 一道声音出现肖凡十海中 肖凡 肖天帝 从此之后 就只有我灵飞扬 灵天帝 我会让四方神域俯首称臣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如今 你已经只是肉身凡胎 拿什么跟我比 上一世 你死在我的手中 这一世 我更要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肖凡看着如此巨大的黑影 嘴中露出一脸讥笑 有意思 我心中的魔杖 果然还是在神域之中啊 竟然将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都给勾出来了 眼前的只是虚妄 总有一天 自己定会再次杀上神域 要看看这畜生的心 到底是不是黑的 砰的一掌 便将这幻境打破 灵飞扬 等着吧 待幻阵考核结束 肖凡望着灵雷淡淡道 我可是很想看看 我们的灵大家主 跟他的孙子 是如何从灵府之中滚出去呢 灵天海看着如此不争气的孙子 也是咬牙切齿 连输两场 简直让自己的老脸丢尽了 还提醒灵雷最后一场 狩猎考核至关重要 务必要赢 此刻的灵雷心中打着小算盘 肖凡下场必输 第三场考核狩猎考核 考官将灵家小辈 全部带到天火山附近 告知众人 虽然周围区域强大的妖兽 被清扫了一遍 但不排除难免会出意外 劝大家小心为妙 伴随着比赛开始 众人纷纷走进天火山 不到一回 三眼狼突然出现 朝着肖凡扑来 可这根本逃不过肖凡的眼睛 这也让肖凡白白高兴一场 原来只是一接妖兽 没想到妖兽开始咆哮起来 一下便引来了周围的伙伴 暗中躲藏的守卫健壮 决定上前帮忙 虽说是外姓 但毕竟是劳府主唯一的外孙 可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话音刚落 六头狼朝着肖凡同时扑来 只见一道剑影子一字滑动 三眼狼纷纷被斩杀 可真是太弱了 狩猎一接妖兽的分虽然不多 但总好过没有 两手卫看到刚刚那一幕也是一惊 那一刀如此恐怖如斯 干净利落 等走近一看 发现不管是对力量的控制 还是精准度 都是高等武者才可以做 就连他们联合 也未必能够一刀瞬间斩杀这六匹狼兽 另一边的灵雷发现一只受伤的三接妖兽 立刻命令同行的灵浩与灵玄 从两侧攻击妖兽 哪只妖兽回光返照 直接将两人震飞出去 灵雷也没想到 这该死的畜生受了这么重的伤 竟然没死 直接掏出灵晨大哥 事先为自己准备的绑剑 只是轻轻一挥 一道红色剑起滑出 瞬间让三接妖兽毙命 此刻的灵雷周遭散发出红色煞气 令人看了毛骨悚然 观望的守卫一眼便认出了这是灵兵 要知道普通武者兵器大多是凡兵 而灵兵 则是烙印了奇特的灵文 有一定加成的兵器 此类兵器 威力非凡 但也十分珍贵 可见这次家主下了血本 与此同时 萧凡正独自一人狩猎 这可把跟随的守卫看傻了 别的弟子都是成群结队 而他却是闲庭散步 像是在自家庄园里游玩一般 毫不隐藏 突然 一阵嘶吼声响彻云霄 等萧凡赶至身后望去 眼前出现一条巨型飞龙 这竟然是五阶妖兽 什么 天火山外围竟出现了五阶妖兽 话说这画风 我怎么觉得那么可爱呢 此时身穿红袍的李直是 飞快地赶到了这里 要知道在五阶妖兽中 这条龙也算是比较厉害的黑翼帝龙啊 这根本不是自家晚辈可以对付得了的 之所以宗服考核 要加入第三项杀戮考核 也是为了让晚辈多渐渐血气 而不是绣花枕头一样 空有一身修为 却无法在战斗中发挥几成 只见黑翼帝龙猛的嘲笑反扑来 李直是也很无奈 自己紧赶慢赶 看来还是赶不上 认定这小子完蛋了 他乃至肖凡一点也不慌 直接一刀 黑翼帝龙一分为二 轻松落下 如同切菜一般简单干脆利落 这可把李直是惊呆了 这可是五阶妖兽啊 这么一下子就被干掉了 也太过匪夷所思了吧 自己甚至没有看清楚 他是如何出手的 可当李直是反应过来查看 竟发现肖凡这小子 在危机四伏的试炼之地烤肉吃 还真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后花园了呀 等自己吃完 肚子也是饱饱的 看时间也差不多可以回去了 而那五阶黑翼帝龙只剩下了骨头 可怜的连渣都不剩了 主考场内 狩猎考核已经接近尾声 林府小辈也陆续赶了回来 林雷抱着妖兽来到考官面前 核实成绩 声称这次的妖兽太弱了 考官在清点妖兽 发现有一头四阶妖兽也是一惊 但发现是一只受过伤的妖兽 也是回过了神来 不过这好歹也是四阶妖兽 能将其斩杀 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获得2600点贡献点 林雷大喜 2600点这个是最好记录 这场考核自己赢定了 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哪来的犬费 败犬难道不懂如何收敛吗 随后将包裹交给陈直士清点 伴随着清点 陈直士的脸色逐渐发生扭曲 一阶到四阶的妖兽都有 更让自己吃惊的是 竟然还有五阶妖兽黑翼地龙 这让林雷听了整个人都快惊掉下巴了 什么 五阶 这 这不可能 吞天 吞地 吞万物 吞什么就可以获得什么属性 而他竟将五阶妖兽当作食物吃了起来 将整整一头龙吃了下去 还是在危险的试炼之地烧烤 显直不把妖兽当兽看 回到考场的肖凡拿着战利品找考官和验 也是让人大惊 林雷更是咬牙切齿 一个丹田破碎的人 能猎杀四五阶妖兽 开什么玩笑 却废物作弊 没错 看来是有人暗中相助啊 负责监视工作的李直士呢 此子作弊 为何不上报 他还不信李直士说的这番话 威胁道 你可是我们的灵府直士 宗府考核是观众大 你可是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的 李直士大喝道 自己并未说谎 也未偏袒任何一人 这些妖兽确实是他所杀 我亲眼所见 林雷气得朝李直士怒喝道 他就是个没有废物的丹田 李直士你这么想帮废物说话 是不是在猎杀过程中暗中相助了 看着晚辈如此说话 李直士冷眼看着林雷 注意你的身份 林天海也知晓李直士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 让林雷向其道歉 同时还阴阳道 李直士在我们灵府一向秉公办事 为人公正 绝不会有任何偏袒 只怕某个外星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了 林天海 你这个老东西把屁话说清楚 你那宝贝孙子在三场考核之中全部都说了 上次大殿之中的赌约 你该不会是想抵赖吧 林天海一听 立刻回应了起来 自己身为林家家主 自然不会做出任何有为家主身份的事 这赌约 既然白纸黑字在那边 自然就作数 但这狩猎考核的最终结果 可就值得好好商讨一下了 所以 我提议 在这三项考核之中 增加一项 比斗 还故意看向肖凡 你若真有实力 这比斗 相信你也能轻松获胜吧 肖凡单眼一臂 自己正愁不知道怎么好好教训一顿林雷 既然这么喜欢找念 那自然会成全的 有其爷必有其子 爷孙俩玩不起 当老六 无认肖凡斩杀了五阶妖兽 当即增加一项比斗考核 这简直是找念啊 林雷手指肖凡 不要以为用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就可以考核第一 事实证明 我林雷才应该是这个第一 而你 只是废物 随之一脚踏出 手中聚气 周遭散发出红色气息 悬音指 肖凡看着这垃圾的操作也不禁冷笑 只见左手一抬 林雷散发出的那股力量全部消失殆尽 紧接着整个人倒飞出去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整个人开始颤抖起来 决定使出必杀技术战速决 只见林雷将真元之力聚集到双臂 从而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红色力量充斥的周遭 迅速朝着肖凡冲来 再猛的一会儿 探似强力的攻击 被肖凡轻松躲过 又是砰砰砰几拳 全部被肖凡单手合打 双手开始举起准备给肖凡重重一锤 砰的一声 地面被打出一个大坑 烟雾缭绕 林雷笃定这下肖凡死定了 下一秒只感觉到自己身体下跌 像是重物压在自己身上 等自己向上看去 竟是肖凡 他还没有死 此刻肖凡露出戏谑的眼神 无趣 不陪你玩玩 猛地一拍 将林雷打飞出去 重重拍在了地上 煞时间 林雷感觉到自己的手无法动态 肖凡警告林雷 不要太瞧得起自己了 在我眼中 你连废物都不如罢了 若再有下次 可不是手臂拖就这么简单 随后转身选择离去 不服输的林雷 看着眼前的林冰起了杀心 直接拔出林冰 朝着肖凡刺去 这一下瘫倒在地的林雷根本无法动态 这一下手势彻底的废案 林天海见这一场景 赶忙上前为孙子治疗 显然只能进行简单止血 想要恢复绝无可能 小畜少 你好狠的心啊 对待同族弟子 竟然下次狠手 林天海 是你那孙子想要偷袭我 他是自作孽步 不可活 若不是我反应足够及时 恐怕早已被他那手中的长剑 给刺穿了胸口 林金红剑孙子被欺负 自然也占了出来 是非公道 在场的各位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孙子玩不起 喜欢当老六 他现在被废 也是活该 林天海见林金红这段讲话 也不再隐藏实力 决定好好教训这爷孙俩一顿 林雷搞偷袭 被萧凡直接废了胳膊 林天海决定不再隐藏实力 决定好好教训这爷孙俩一顿 林金红也不客气 竟对自己孙子动手 这岂是你说动就动的吗 紧紧一击 就将林天海的招式瓦解 甚至还向后倒退束捕 这让林天海意识到 林金红的实力 竟比之前强大了几分 林金红冷哼一声 我要是出全力 你连一掌都接不下来 看着两人身为 先天舞者的简单打斗 让在场的人无一不惊呼 这可比萧凡和林雷肉身 近舞者之间的战斗 要恐怖得多了 而这一切被翠姬看在眼里 他发现林金红 现如今到达了先天中期 先天前期的舞者 绝对不可能有 如此明练的先天真元 先是完美级别的肉身单 现在又突然突破到了 先天中期 而且功法上面明显有所转变 恐怕是修炼了其他的功法 想着这种种猜测 不由地凭借女人的第六感 认定萧凡这小家伙身上 绝对有匿名 林天海见自己 不是林金红的对手 也只能收敛一些 并警告爷孙俩给自己等着 自己绝不会就这么算了 随后转头便离开枕 准备先带林雷 回到府上取药治疗 看着远去的林天海 萧凡大喝道 林天海 别忘了当时 在那大殿之中的补约呀 我可是很期待 看你们爷孙从林府滚出去呢 这一字一句戳穿在林天海的心 恨不得当场捏碎萧凡 而自萧凡夺得宗府考核第一名 一时名声大噪 不过很快就被另一件事压下去了 林府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传 林府第一天教林辰即将从宗门回归 而他是清元宗四大主风之一的 天恒风风主收围的清传弟子 清元宗更是有超越先天境界的强者坐镇 而南宫家族千金南宫雪 更是与林辰结缘 两大家族商议 二人即将在年初回归家族之时 举办订婚宴席 甚至有人还当兴起萧凡 毕竟林雷被废了一条手臂 林辰见弟弟这般样子 定会找萧凡算账 林雷手臂被废 哥哥林辰日后必来复仇 只不过此时的萧凡没有顾忌太多 反而在单楼内狼吞虎宴吃了起来 外公见萧凡这样的吃法也是担忧了起来 反而天涯何处无芳草 那南宫家的千金 萧凡听了也是好奇起来 通过原宿主的记忆 这才清楚过去的萧凡与南宫雪有一段感情 为了让外公不要担心 萧凡赶忙解释道 外公那都是孩童时期的事情了 我并未放在心上 现在我的目标只有登上五道巅峰 外公见萧凡这样说了 也没有继续说什么了 只是不懂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萧凡也清楚 自从被龙虎宗三皇子那件事后 南宫雪迅速与自己拉开距离 况且自己现在的唯一目标 抓紧闭关恢复神力前往神域 那南宫雪又算得上什么 林宝阁派人请少爷过去一趟 萧凡一听林宝阁这三字 一下便想起了翠姬 显然就是为了丹楼背后隐藏的那位大丹师 毕竟外公口风太紧 估计想找自己作为突破口 不过自己真想看看 这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样 随之摸着月儿的脑袋 温柔道 那我就去看看好了 不过月儿 我给你的功法你可要好好修炼了 知道了 少爷都说好多次了 真啰嗦 看着月儿这般俏皮 萧凡也是很无奈 谁让是自己的妹妹呢 很快 萧凡来到林宝阁 前台妹子见萧凡到来 表示小姐已经等候多时 随后将萧凡带到房间 让萧凡在此稍等片刻 小姐马上就到 而房间的墙壁上正中央位置 一幅图吸引住了萧凡 画中所画的是天火山脉 天火山脉 形成的具体时间早已无人知晓 但关于那团神秘天火的传言 哪怕经历了无尽岁月 也没被掩埋掉啊 不知贵阁邀我过来 有何贵干 传闻萧公子在龙虎宗临近之中 三皇子击毁丹田 成了废人 可从前些日子的宗府考核来看 那些传闻未免有些可笑了 萧凡见翠姬这么说 直接开口询问找自己来有何事 翠姬也不啰嗦 开口便希望能与丹楼合作 提供完美级丹药 由林宝阁提供渠道 再小的丹楼背后 若有强大的恋丹师 任何大势力都愿意与其合作 就连林宝阁也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 萧凡明白 这所谓的合作 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找出丹楼背后 那个不存在的恋丹大师 只不过 他怎么也想不到 那位大师此刻就在他眼前 而对于丹楼来说 能跟林宝阁扯上关系 是极为有利的事情 直接选择答应了下来 翠姬见萧凡如此爽快 也是开心坏了 果然比林金红好说话 就在交易达成后 萧凡选择离取 翠姬立刻贴近萧凡 萧公子这个给你 看着手中的供奉令 萧凡也是没想到 翠姬竟如此大手 有了供奉令 也就能代表是林宝阁的人了 普通势力根本不敢随意招惹 就连一些宗门天骄 都没有这般待遇 萧凡听了 邪魅道 普通势力 那大宇国皇族呢 有了供奉令 自然可以累积供奉积分 为我林宝阁做的贡献越大 积分就越多 若公子能累积百万积分 我林宝阁强者自会对大宇国施压 萧凡听了翠姬这话 也意识到这林宝阁的势力 比想象中的庞大 而这百万积分 自己也算听个玩笑吧 此时丹楼传出响亮的声音 什么 反而 你要独自前往天火山卖历练 林金红听了 自然不会同意萧凡前往 不过萧凡再次拿出先祖 之事说服外公 这让外公听了也无奈叹气 既然先祖都同意了 自己也只能团阅 次日 萧凡与外公月儿告别 独自前往天火山卖 而身后隐藏着一位黑衣人 此时的林府 黑衣人向林天海汇报情况 在确认萧凡离开丹楼 前往天火山卖后 立刻命令手下带人前去 将萧凡的脑袋给带回来 与此同时 莫府莫云峰也得知萧凡离开了丹楼 立刻派暗影去将萧凡手中的 天外神石带来 萧凡 神域第一人 人称萧天帝 现如今重生到一位少年身上 为了再次踏上神域 不得不前往天火山卖历练 山林中 萧凡通过前世的修炼手法 从头开始不断修炼神体 只不过 以凡人之躯修炼高阶功法 确实会有极大消耗 就在此时 黑衣人出现在萧凡面前 萧凡 终于找到你了 好歹也是林家前家主的宝贝外孙 竟没有一个护卫 今天你的死期到了 二话没说朝着萧凡冲来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下辈子投个好胎 萧凡紧闭双眼 一直点向黑衣人的额头 一个瞬间黑衣人被弹飞出去 一击致命 这也太弱了吧 算了 好歹也有六重天的真元 左手伸出便开始进行吞噬 片刻功夫 全部被自己吸收回体内 只不过大多数都是糟粕 真正有用的不足四分之一 想到这 萧凡正幻想着八重天 九重天 甚至先天境界的真元吞噬起来 又能让自己增长多少 另一边 几名武者也正在寻找着萧凡 满口抱怨 要不是家主下了死命令 不做掉萧凡 自己就会掉脑袋 不然自己也不会苦到来寻找那个废物 远处的萧凡一听这几人声音 便知道是林天海那老东西派来的 果然还是按捺不住了 随后大摇大摆地走到众人面前 听说你们在找我 众人见状警惕起来 你是什么人 萧凡一跃而下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不过也是杀你们的人 众人见萧凡出现 也是兴奋起来 本来找萧凡相当于大海捞人 既然主动送上门 可省了不少事 就是辛苦李哥白跑一趟了 你们说的李哥 不会就是那个六重天的喽啰吧 众人听了有些诧异 你怎么知道 你们碰过面了 当然是被我杀了呀 不过你们也别着急 马上送你们下去与他见面 黄泉路上也有个照应是吧 什么 也有人敢去暗杀萧凡 简直不知死活 小嘎嘎们见李哥被萧凡解决 一个个咬牙切齿 他们不相信李哥会栽在萧凡这个废物身上 显然这废物就是为了让他们分心 看着这些小嘎嘎们冲来 在萧凡面前只不过是土鸡娃狗吧 萧凡拔出长剑 随手一挥 小嘎嘎硬声倒地 看着萧凡如此厉害 老三剑撞只能使出自己的必杀技 大喝一声 朝着萧凡扔出钢网 网中带有利刃 刺中必将必死无离 只不过这点小伎俩在萧凡面前 如同小孩过家家一般幼稚 刀光剑影间 老三扔出的钢网全部被萧凡化得四分五裂 下一秒 没等老三反应过来 已经被萧凡直接毙命 随后转头对着老二道 他们两个都死了 你也一起下去吧 经过此事 萧凡清楚临天海这老东西对自己恨之入 不过 既然对自己纠缠不休 那就不要怪自己不客气 微坐休息在河边喝水 忽然闻到前面有火灵花的气息 无疑是让自己惊到了 没想到在这里发现火灵花 跟随着气息 萧凡来到了一处山洞路口 以自己的经历 往往天地灵才诞生之处 都会有妖兽守护 而这火灵花这等奇珍能够生长至今而未不屈 显然其中必有血 然而在自己走进山洞时 竟发现没有妖兽 完全出乎了自己的意料之外 要知道 自己有功法天地绝的加持 无论从视力还是听力都远超常人 此时 萧凡的眼前发出亮光 向下看去 确实是自己要找的火灵花 而且不仅仅只有一株 多的数不过来 若全部拿走 完全可以修炼一门吞火秘术 要知道在这108秘术中 吞火秘术排名前十 以霸道毁灭著称 若能够练成此计 这对萧凡来说在修炼之路有莫大帮助 就在上手准备采集火灵花时 一只巨蟒巧无声息来到萧凡身后 火灵花乃是奇真鲜品 这让萧凡没想到在天火山迈进碰上了 然而还不止一株 多的数不过来 要是用以修炼 这无疑是让萧凡的实力提升一个档次 就在萧凡下手采摘火灵花时 一只巨型蟒蛇敲无声息来到身后 猛地朝萧凡撕咬过来 如此敏捷的速度还是被萧凡察觉到 纵身向上乐器躲开攻击 定睛一看 血换蛇也是为了打火灵花的主意才朝着此处划来 只不过今天运气不佳 遇到了男主萧凡 不仅要被抢走火灵花 自己还要被吞噬 简直就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血换蛇再次使出换术 可这对萧凡完全不起作用 如果换作是别人 大概会被这换术剥夺感官 陷入死寂的黑暗与恐惧中 但用同样的招数面对萧凡毫无作用 手起刀落 只听见利刃出鞘之声 血换蛇应声倒地 在吞噬完妖兽后 萧凡感觉到此处洞穴有些不自然 并非天然形成 果然在经过地形勘察后 发现一处暗阁 映入眼帘的是一道黑影 这是一具尸骨 一起这个 一旁的盒子吸引住了萧凡的注意 是一枚储物戒指 从里面取出一张图纸 此人名叫欧阳子 黑水宗八大舵主之一 因大县将至来到此地 拍辟洞穴寻求生机 看着眼前的场景 显然是失败了 紧接着又拿出 欧阳子生前修炼的功法 黑水针法 炼成便可成就不灭体 可惜 其中缺陷颇多 最后无法炼成 不过这功法 对萧凡没有任何作用 经过一番搜索 也只有灵兵和储物戒指 对自己有用 但作为报答 萧凡决定在此处 帮助欧阳子隐藏起来 许久 从煽动出来的萧凡 经过几天的猎杀与吞噬 原池已经足够大了 是时候修炼吞火秘术 仅仅在一瞬间 便成功达到了第一层 忽然 一只匕首朝着萧凡射来 萧凡眼疾手快 两指一夹便将匕首抓住 别偷偷摸摸的 吻出来 一个戴帽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把天外神石交出来 我还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些 萧凡听着男人的话 显然不是灵家派来的 看来这次是 墨家墨云峰派来的小喽啰 男人见萧凡瞧不起自己 决定把剑好好给点颜色看看 朝着萧凡就是一剑斩来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简直不是真男人 几秒钟就被结束战斗 莫云峰这家伙也是不长记性 等我收拾完林天海 再来找你们莫家算账 就在萧凡准备继续 向天火山脉的中心走去时 再次感知到附近 有一股强烈的真远波动 误以为有追兵追了上来 而在不远处 一名女子被团团围住 慕凌月 我劝你还是乖乖地 把那宝图交出来吧 不然的话 你今天就只能死在这里了 你们清元宗的人好卑鄙 要不是我先前和妖兽战斗受伤 就凭你们几个废物 哪怕联手也不是我的对手 为首的小卡拉米直接跳出 一剑斩来 迫使慕凌月只能格挡 结果由于真缘不够 剑飞了出去 小卡拉米看准时机 朝着慕凌月斩来 势必要拿下人头 就在慕凌月以为 自己要交代这里时 肖凡出手抓住了剑刃 小卡拉米发现 自己根本拔不动剑 肖凡的臂力太夸张了 你小子竟敢多管闲事 抱上名来 我是谁 你不必知道 如果想活命 带上你的同伙 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说着将夹着的剑刃放开 小卡拉米见有如此大好机会 不顾肖凡劝告 再次赢了上岸 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飞闯 既然这样 肖凡也不客气 一剑朝着小卡拉米次来 兄弟们见大哥如此送人头 也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刀光剑影间 肖凡含泪拿下三杀 见慕凌月没有大碍 一眼辨认出了这戒指的纹路 是黑水宗前辈的遗物 肖凡也没有拐弯抹角 自己出手相助 单纯只是看不惯这种行为罢了 而且拿了黑水宗前辈的遗物 也算出手算还一个人情了 慕凌月也没想到肖凡直接说了出来 自己不打算隐瞒什么 此次前来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寻找宗门前辈的洞府遗址 话音未落 肖凡叫慕凡月安静 让其仔细看看周围 下一秒 无数只暗红色眼睛出现 全部都是八戒的妖兽 八戒妖兽将肖凡慕凌月二人团团围住 慕凌月看后吓到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一两只还能勉强应付 但这个数量 即便是联手也绝无胜算 还奉劝肖凡先逃 自己在这里抵挡妖兽 话音未落 肖凡一马当先 直接冲到慕凌月面前 仅仅几个回合 就将八戒妖兽全部斩杀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清 这一操作可把慕凌月看呆了 腼腆道 想不到被公子你救了两次 既然宗门前辈之物被你得到 就是与我无人了 不过戒指中 有我宗门的不传之密黑水针法 还好心奉劝肖凡不要轻易施展 以免招惹麻烦 转头还劝说肖凡加入黑水宗 不过这对肖凡来说根本没有兴趣 比起这个 让肖凡没想到 在刚才那种危机情况 女孩竟没有独自逃生 反而挺身而出 面对诱惑时 还为自己着想 可见向力之心十分难得 想着便把黑水针法抛给了慕凡月 还告知慕凡月 这只不过是残缺的功法 想必你们宗门前辈修行到元丹境界 就大都陨落了 此言一出 慕凡月也是一惊 肖凡所说确实如此 黑水宗之所以越加没落 便是因为那些元丹境界的强者突破时 都莫名发生了意外 在看着眼前的少年 静一眼便到破了黑水宗的命脉所来 肖凡接着道 加入你的宗门是没可能 不过 我有一个提议 不如我们结伴而行 而之所以结伴 是因为这丫头独自一人 若再遇到刚才那种危机 定然会丢掉性命 毕竟帮忙帮到底 此话一出 慕凡月瞬间答应了下来 内心也开始泛起了小九九 自己也想弄清楚肖凡身上的秘密 肖凡见慕凡月答应了下来也不啰嗦 我叫肖凡 刚才打斗的动静不小 恐怕会引来其他妖兽 先离开这里吧 一路上 慕凡月对着肖凡问东问西 见肖凡没有理会自己 傲娇道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作朋友看待 见慕凡月说这话 肖凡停住了脚步 朋友 既然你那么想听我故事的话 那我就给你讲讲吧 在这四方神域中有一个奇才 十岁开始修行 二十岁便探索出一条神武大道 不到三十岁 他就已然站到了四方神域的巅峰 而就在神域纪元末年 天外邪魔入侵四方神域 他只身一人杀入天外邪魔老巢 天剑斩妖邪 魔血染苍天 而他因为自己拯救神域苍生的巨大贡献 被封为天地 封地之日 迎娶青梅竹马 摇池圣与云月为妻 谁曾想 大婚之夜他遭人陷害 踏入了设计好的万丈深渊 他和妻子 被困在就连神体 也无法突破的灭生大阵之中 而陷害他的人 便是他最信任的兄弟 林飞扬 看着妻子云月倒在自己面前 他心中不甘 用尽最后一丝神力 护住了妻子的一丝真灵 封入了无尽的虚空之中 而他 一介天地 带着悔恨与不甘 在这灭生大阵中陨落 萧凡诉说着这一切 他自己都没想到 前世的自己竟瞎了眼 与林飞扬结为兄弟 自己总有一天会再回神域 娶了林飞扬的狗命 待萧凡说完看向慕灵月 发现这丫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睡了 本想着把自己前世的事情说出来 看看这丫头的反应 看来 与她也不过是有一丝相似吧 终究不是她 突然慕灵月额头冒出冷汗 萧凡一看便发现 这是中毒的迹象 看来潜伏了那么久 此刻毒性爆发无人可解了 不过那是对于凡人来说 而对萧凡来说 一切都是那么简单 随即开启天地之眼 准备为慕灵月解读 可想要解读 必须要露出穴位 可眼下救人要紧 许久 等慕灵月醒来 发现自己着装不整 再看看坐在一旁的萧凡 不免想起了污秽之事 随即拔刀 将刀架在萧凡面前 本以为萧凡是个证人君子 没想到竟毁了自己清白 女子刚醒来 就发现自己衣服不整 拔剑指向萧凡 本以为萧凡是证人君子 没想到竟毁了自己清白 可以想到是自己两次的救命恩人 慕灵月心中属是下不去手 决定了断自己 就在一瞬间 醒来的萧凡一下 便抓住了慕灵月的行动 慕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 你别拦着我 我对你下不去手 只能自己去死了 萧凡也很无奈 自己是看你中了歧毒 这才出此下策进行疗伤 慕灵月听萧凡这么一说 有些许尴尬 看来是自己误会萧凡了 正当询问萧凡 关于自己衣服事情时 萧凡意识到有不好的事发生 赶忙转移话题 让慕灵月赶紧去找 同门所约定的会和地点集合 可慕灵月认为 在这偌大的山林 找同门实属有些困难 再者万一碰到清元宗的追兵 那就麻烦大了 不过 这对萧凡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右手施法 强大的感知阵法随即召化而出 仅仅一瞬间 就在不远处 看到了与慕灵月穿着一样的衣服 显然就是同门了 很快 在萧凡的带路下 慕灵月与同门师兄会合到了一起 柳琴儿见到师姐慕灵月立刻赢了上来 师姐 听说你有危险 大家都在找你 看见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特别大师兄 可急坏了 大师兄见慕灵月无事 亲切到灵二 赵峰师兄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笑我名字就好 说完还转头朝萧凡道 萧凡 你别误会啊 此时的萧凡满脸猛逼 你们这样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 赵峰见慕灵月这般在意一旁的少年 凑近萧凡询问道 这小子是谁 怎么跟着你 转头便奉劝灵儿 不要随意相信任何人 说不定他别有用心 被骗了都不知道 不料慕灵月根本没有听进去 叫萧凡不要介意 毕竟要不是萧凡自己早就见不到他们了 这让萧凡一个劲的叫苦 这分明是得自己家世找麻烦啊 果不其然 赵峰上前开始挑事 这位萧兄弟 不知道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萧凡好心就下了慕灵月 却遭到了慕灵月大师兄的冷眼 这位萧兄弟 不知道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区区一介散修 哪有什么宗门 赵峰见萧凡没有任何实力 直接上前挑衅 赵某平时也没别的兴趣 只是爱结交像萧凡这样的年轻俊杰 说着便把手伸了出去 自己就是想看看萧凡一会儿出球的样子 萧凡也不是好人的 明知对方故意找茬 但对付这种小卡拉米还是简单的 赵峰一脸得意 见萧凡如此年轻 只要自己用八成实力 就能直接废了这小子 下一秒 赵峰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 赶忙喊停 自己整个人痛苦不堪 心中还想着萧凡只有自己的九成实力 还用出了权力 面对柳情儿的关怀 赵峰立刻将发抖的手背后 淡定道 哈哈 没事 没想到 我都用了五成的实力 竟然才和萧凶误开 可在一想到刚刚萧凡让自己出城 发誓自己定要废了萧凡这个臭小 萧凡见穆凡月与同门会合了 也选择告别穆姑娘 就在此时 穆凡月让萧凡等等 自己知道一处上堵大墓 不妨陪同自己一同前去 说不定有适合的宝物和灵样 萧凡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有点心动 虽然宝物对自己没有兴趣 但若有合适的灵样 倒是能大大加快自己的修为 便选择同意陪同穆凡月一同前往上堆大墓 可这却让赵峰有些不爽 阴阳道 萧凶 倒是不客气 不过也对 毕竟不是名门大派出身 赵师兄 也在阴阳怪气了 他是我邀请的 说完便带领萧凡离开这里 向上古大墓方向走去 赵峰见穆凡月这般说辞 既然你这样对我 那就不要怪我不留情分了 上古大墓 是所有修仙者都向往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收获到不同的宝物 而这对萧凡来说 里面的财宝并不重要 反而是丹药才是最重要的 很快 萧凡在穆凡月的带领下 来到了上古大墓 萧凡一眼辨认出 这古墓有被挖过的痕迹 先前的灵纹已经破碎了 柳琴儿告诉萧凡 这座古墓先前被几大宗门发现 为了不落后其他门牌 长老们都先于地 提前进入其中了 赵峰这一听 立刻决定抢先进入古墓 若再晚了想必宝物的影子 都见不到了 突然 他惊奇地意识到不对 这种古墓一般都是机关重重 立刻将歪主意打向了萧凡 只要让萧凡提前进入 这样自己也可以避免掉进陷阱 萧凡看着这幼稚小伎俩 也是冷笑一声 刚进入古墓 二人就发生了争执 在萧凡的带领下 没有走主墓室 反而是走侧边的小门 要知道主墓室的宝物居多 还嘲讽萧凡是个香巴佬 没有见过世面之都不知道 萧凡也懒得理会赵峰 现在去主墓室 恐怕早就被个大东门强者探遍了 去了也没用 还不如另提西进 木陵越见这番说辞 同意了萧凡的想法 哈哈哈哈 我说什么你们偏偏不听 最后还不是走了条死路 萧凡没有理会赵峰 大喝一声 一道淡蓝光发出 果然这里有一道暗格 在萧凡的感知下 确认屋内没有任何危险 便叫众人一同进去看看有什么收获 等众人走进密室 零食 公法 在这里有数不尽的财宝 不过这对萧凡来说 除了几瓶丹药 其他的都没什么用 就在此时 门口传来一道声音 前面的小辈 给老子放下所有东西 如果不想掉脑袋的话 众人刚发现暗格 就被一名带头为首的刀疤男拦截 赵峰见后脸色铁青 不好 他们是这一代臭名昭著的散修抢匪 男人叫刀疤 他们个个都是和我相当的高手 尤其是老大 刀疤 我更不是他对手 赵峰看着眼前这些人凶神恶煞的抢匪 他清楚以他的实力连逃出去都很难说 下一秒只见赵峰直接跪倒在地 刀疤大爷 您的名号小得如雷惯啊 这里的东西我一样没碰 您就当小的是个屁 刀疤男剑宗门弟子本就看不惯 你小子 给老子从这爬出去 老子就饶你一面 面对这样的侮辱 赵峰没有一丝反抗 而是强忍胯下之乳钻了过去 慕灵月和柳琴儿看到这一幕瞬间压麻呆着 没想到大师兄竟是这种人 抛笑我们不管不顾 刀疤男剑还有两个妹子便起了胆心 慕灵月将自己一把护住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们两人的眼睛挖出来 说吧 拔剑朝着刀疤男回来 可根本不是刀疤男的对手 斧子划出的强大气势 直接将慕灵月击飞 柳琴儿见师姐这般 立刻冲了上来 刀疤男挡在柳琴儿面前 别着急啊 小姑娘 等我解决完你师姐 马上就到你 柳琴儿被吓得冷汗直流 害怕到 谁 谁来 是谁都行 谁来救救我们啊 话音刚落 砰的一声 刀疤男瞬间被击飞出去 这一下把后面的小卡拉米探愣了 这样的速度如此之快 他们都没有反应的时间 而这一击 正是肖凡发出的 他叫刀疤男 今日看中了两个妹子 只可惜碰到了男主肖凡 直接被打倒在地 此时的刀疤男脸色铁青 什么人 竟然敢偷袭老子 现在跪下求饶 给你留个全尸 肖凡见刀疤男还是如此嚣张 冷哼一声 不识好歹 面对如此之快的速度 刀疤男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 只能向后退去 提醒自己的小弟小心点 这个人不好对付 肖凡看着刀疤男如此狼狈嘲讽到 你的气势呢 我才刚热身而已 看着肖凡如此语气 也是让自己咬牙切齿起来 本以为刚才的赵峰最棘手 才放走那个小子跑了 没想到眼前的少年 才是里面最强之人 随之转变态度 一脸讥笑 老子纵横黑山郡这么多年 好的是什么 别以为 我会像坊间小说里一样 当反派 还会和你一对一单挑 随之开始合体摆阵 使出常年制霸这代的区域的招式 合击大阵 看着眼前的大阵 慕灵月有些失神 要知道这种高级阵法 能让阵法中的每个人实力暴增 若没有超过对方战力 最强者五成以上的实力 完全无法与之对抗 看着刀疤男冲来 慕灵月大喊道 肖大哥 快躲开 死 刀疤男一刀坎来 肖凡看着这一操作 也是邪魅一笑 有意思 随后一个闪现 消失在刀疤男面前 来到刀疤男身后 意思是有的 可惜仅仅止步于此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以如此低的境界 练成这等阵法 能割据一方也算合理 可惜 对付一般人还可以 但在我面前 简直漏洞百出 不知死活的刀疤男 听不进肖凡这般说辞 猛地朝肖凡冲来 电光火时间 这场战斗瞬间结束 我说过 在我眼里 你们的阵法漏洞百出 只要看穿你们的契机流转 使用阵法的你们就不堪一击 刀疤男在最后一刻都不敢相信 他们最强的招式 竟被一个少年破解 煞时间 呼辞声传来 小卡拉米们全部阵亡 这让慕灵月二人压麻呆住了 没想到肖凡竟然将他们一击毙命 慕灵月都被吓得哭了起来 好在肖凡没有事 比起这个 更让柳琴儿气愤的是 大师兄竟然抛弃他们独自逃跑 一路上 众人对肖凡刚刚那一幕打斗纷纷夸赞 另一边 赵峰在密道里乱窜几个时辰 嘴中暗骂肖凡 要不是他的出现 自己本可以一路顺风顺水 而如今自己虽然逃过一劫 但却在同门师弟师妹面前丢尽颜面 可以想到肖凡等人 应该全部死在了刀疤男手中 自己的丑态就不会被传出去 表情故今泛起了诡异笑容 可就在下一秒 赵峰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 定睛一看 眼前的众人竟是肖凡 这让他赵峰有些许错愕 肖凡 你们没死 赵峰撞到众人 暗叫不好 转身便想逃走 却被柳琴儿叫主 大师兄 你又要逃走了吗 我简直对你失望透顶了 赵峰仍不信邪 奉劝大伙不要被肖凡骗了 肖凡肯定是和他们一伙的 众人拿着鄙夷的眼神盯着大师兄 肖凡也懒得解释 与其在这里争辩 还不如抓紧时间寻宝 赵峰看着远去的众人 一时开始有些犹豫 莫非这小子真有那么厉害 为了验证真假 决定一同跟在后面看看 很快 众人来到一处 贴满高阶灵石的密道 肖凡意识到不对 叫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可赵峰偏偏不听 觉得肖凡就是在装腔做事 要知道高阶灵石价值不菲 不拿白不拿 不听肖凡的劝阻 伸手将高阶灵石取了下来 下一秒 密道开始出现晃动 墙壁上出现树道暗门 显然灵石就是机关 肖凡再次劝大家小心 通过自己的感觉 发现有东西过来了 这次来的不是盗贼 而是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生物 一脚踏出 几只傀儡生物从暗门中出现 他们身材魁梧 头戴面具 口中高喊着 盗墓者 杀无射 渐渐的 数只傀儡生物将几人团团包围住 没有后路可退 肖凡没有一丝慌张 既然无路可退 那么向前杀出去不就好了 一跃而起 手握灵兵朝着傀儡的心脏处刺去 又是一划 将傀儡一分为二 紧接着告诉众人 傀儡并不惧怕疼痛死亡 只要将其体内的傀儡阵倒轰碎 这傀儡自然也就没有了驱动力 尽量向着后脑部位攻击即可 让所有人的真元明显感觉不太够用 可让赵峰没明白的是 这么长时间的战斗 肖凡这家伙不仅没有任何消耗 反而他的真元要比之前更加要凝练几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要靠数量打败肖凡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的吞天丹田里储存起来的血肉能量 能源源不断地弥补亏损 很快众人一路杀到了尽头 最后三只傀儡也被肖凡一口气解决 这一刻 赵峰才明白肖凡是多么强 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像小丑一样 就在此时 慕凌月身后传出同门师弟王刚的声音 慕凌月好奇为何长老没有一同进来 就连附近的宗门前辈也没有一个 王刚自己也有些诧异 自己本跟在长老身后 可一到傀儡区 长老们突然间全部消失不见 此话一出 这让肖凡意识到 这位墓地的主人看来是不大友善 这个男主能力有多变态 吞天吞地吞万物 吞什么就可以获得什么属性 只因他体内人 为了提升自己实力 一路上披荆斩棘 还碰到了黑水宗的妹人 被妹子邀请进古墓一起探索 不料刚进古墓 肖凡就意识到这里的主人不太友善 自己才走了一会的路就到达了终点 很明显这里绝不可能是终点 大多古墓 最后的终点都会经过主墓室 才好让阴气顺势流转 这才是修建大墓的意义 说着便开始破解阵法 不出所料 这一切和肖凡猜测的一模一样 自己所在的位置就是阵法的核心 单手一点 破 远处的墙壁瞬间裂开 慕凌月看着眼前一幕不由兴奋起来 无疑是对肖大哥有崇拜的几分 可肖凡还是认为没有那么简单 定有什么被自己漏掉了 叮嘱众人小心为妙 很快那破裂的墙体出现红色雾气 将众人团团围住 不明真相的大师兄朝着肖凡嘶吼道 肖凡 这一切都是你搞出来的 我早就说不该让这人胡来 现在怎么办 你要为这一切负责 看着如此叽叽喳喳的人 肖凡要不是心性修炼者 不然早就让这人领和饭了 众人在调息片刻后 果然让自己的感觉舒适了很多 就在这时远处射来几束金光 众人接过一看竟是宝物 无比兴奋 肖凡大喊道 别胖 这金光有问题 大师兄才不顾肖凡这般说辞 在他看来 肖凡是为了将宝物占为己有才这么说了 正当自己准备好好目睹一下这宝物时 那束金光变成了怪物 猛地朝大师兄扑来 煞时间 自己脖子上的饰品浮起挡住了怪物的袭击 肖凡 你是故意的吗 你是不是想害我出丑 再看看眼前的师弟们 一个个仿佛被迷失了心智一般 而他们并没有宝物的加持 在被怪物咬了一口后瞬间毙命 就连慕凡月二人也准备上前抚摸宝物 肖凡见大事不妙 运作天地之事 所有人听令 放下手中的宝物 都给我清醒过来 肖凡怎么就碰到这样的猪队友呢 明明在救他 反而怪罪自己是为了独吞宝物 在肖凡的一声震慑下 所有人都清醒了过来 紧接着挥手一批 将所有怪物一分为二 看来把毒物和宝物混在一起 这上古强者还真不安好心 醒来的众人也是吃了一惊 要不是肖大哥在这里 我们就会命丧于此 很快血物散去 地上出现两件宝贝 一枚菩提珠 还有一块令牌 还没等肖凡想到这块令牌的用子 一旁的大师兄再次开始对着肖凡一顿狂轰乱炸 肖凡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你引出来的血物不仅把同门师弟害死 现在还想独吞宝物吗 把宝物交出来 本就忍不下去的肖凡 猛的一记拍出 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不一样惦记着宝物 就连同门师妹慕灵月都看不下去 带着师妹留情而准备离开这 就在这时 隧道突然震动起来 所有人开始警惕起来 若是再来肯定吃不消 只有肖凡清楚 这次和先前那傀儡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通过自己的感知 这股震动来自下方 没想到竟是四方神域的邪龙 不过只是拥有一丝邪龙血脉大 当凭这一点血脉就足够在凡人欲知中大战一场 既然如此等自己修炼足够力量时 再前来将他收服 在慕灵月的询问下 肖凡随便敷衍了几句便逃过了 很快众人继续前进 没想到在一处拐角碰到了黑水冬长老 几人寒暄了几句 讲述了在墓里发生的事情 肖凡看着众人 三人都是先天境界的强者 那大长老刘成更是有先天后期强者的气势 就在肖凡低调拜见刘长老时 那手中的戒指一下吸引住了刘成 他清楚这是黑水冬的储物戒指 大师兄见时机成熟 天游家促道 刘长老 肖凡兄弟和我们黑水冬很有缘了 不仅帮我们逃离阵法 而且还拿了不少秘宝 刘成听了这二字 嘴中泛起一抹冷笑 这位小兄弟果然和我们黑水冬有缘了 只是 可否将我宗门之物归还 这个长老竟不怕死 赶找肖凡要秘宝 在得知不给后 甚至出手准备教训肖凡一顿 在大师兄的天游家促下 刘成也是起了歹念 可否将我宗门之物归还 你手中的那枚戒指 应该是我宗当年八舵主之一 欧阳舵主的遗物吧 此话一出 令所有人一惊 大师兄更是幸灾乐祸起来 宗门之物落在外人手里 长老必定恃不罢休 即使肖凡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敢在先天强者面前放肆吧 肖凡听了这话 也是冷哼一声 想让自己将古墓搜刮的弹药和灵冰全部交出来 怎么可能 简直白日做梦 更何况欧阳子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 见此情况 另外两名长老也坐不住了 纷纷来到肖凡身后 既然不交 那就不要怪自己心狠手辣 慕凌月本想替肖凡解围 毕竟肖凡一路上帮助了自己很多 不过刘长老并非擅长 救命之事 令当再算 现在最为重要的是将欧阳舵主的遗物拿往 肖凡呵呵一笑 黑水冬长老 真是不要脸的老东西啊 刘成听了勃然大怒 猛地朝肖凡冲来 就在肖凡准备反击时 一道声音传来 小凡闪开 咚个一声 竟接住了刘成这一掌 没想到还狼狈地向后倒退了数目 来的人正是龙骨东长老李秋水 是最接近原单净的长老 刘成意识到自己不是李秋水的对手 假意询问李兄为何要这样 这孩子 与我有救 说着带着肖凡离开了阵 之所以二人有关系 只因为肖凡母亲是李秋水的师妹 本想在上古大幕探寻完毕后 再去陵府看望肖凡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 见肖凡没有事也是放心了下来 与此同时的大师兄 向龙骨东弟子打探着肖凡的背景 在得知他就是被三皇子 废掉了丹田的废物后 也是欣喜若狂 没想到传遍了大禹国的那个废物 竟是肖凡 就连刘成长老也是不由的笑起 如果是那个废物 那事情就好办了 李兄 那你那边叙旧也差不多了吧 我和肖兄弟还有些事情没处理 能否让我和他单独聊聊 李秋水自然知道刘成的意图 当即表示 是接下来肖凡与你自己一同探索大幕 刘成也不打算就这么算了 既然不是龙虎宗的弟子 那么也没必要卑躬屈膝 更何况他还是袭击皇子的无耻之主 肖凡清楚 若再这么下去 必然会让黑水宗与龙虎宗发生摩擦 到时会连累到李叔 当即表示拒绝李叔的好意 毕竟自己还没有弱小到 被一个区区黑水宗威胁 区区一个黑水宗就能威胁得了我 大师兄看着肖凡如此说话 也是开始不客气起来 先前不知道肖凡是谁 现在清楚他就是那个大宇国的废物肖凡 言语间透露出敌意 慕凡月虽然知道关于这点的消息 但在第一时间没有对肖凡有颜色的看待 赵峰 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 月儿 我早就说了 这小子一定是别有用心 现在知道他是谁了吧 连三皇子都敢抢 更被说其他人了 我看你就是被他耍得团团转 这说话声音越来越大 仿佛就是在告诉所有人肖凡就是个骗子 虽然赵峰有这般说辞 但慕凡月与柳琴儿通过这段时间与肖凡的相处 确信肖凡并非这种人 愿意相信肖凡的为人 够了 都给我闭嘴 别再废话了 自肖凡刚说出那话 刘成已经按耐不住了 此刻的两位长老更是剑拔弩张起来 突然墓内发生震动 眼前出现一道光柱 只有肖凡清楚就不是出口 而是前往小须迷世界的入口 刘成见入口的出现 选择放弃肖凡 前往须迷世界探寻宝物 本想邀请肖凡一同 进入小须迷世界的李秋水 遭到了婉拒 从弟子们的表情中 就可以看出不欢迎他 肖凡自然不愿意热脸贴冷屁股 选择独自进入小须迷世界 更何况每个人出现的位置 都是随机的 在众人走后 肖凡感知到这光柱入口处 灵气品质非比寻常 趁没人时便开始打坐进行吞噬 只是一会儿的功误 肖凡便意识到自己的修为更加精进 这一世自己只要打好基础 到时候突破天地径也是有可能的 随之走向那道光柱 就是不知道其中会有怎样的天才地宝 眼前的男人正追逐着肖凡 准备将其抹杀 不料自己突然手臂一分为二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空间裂缝的出现导致的 在众人进入小须迷世界后 那先前进来的龙虎宗 在探索一番后并无任何发现 吴臣长老也让弟子们 紧跟自己去下一个位置搜寻 就在这时 众人身后出现一束光球 走出来的正是肖凡 通过观察地上的足迹 发现这虚拟世界好像支离破碎一般 那就意味着这世界的时间空间出现了扭曲 倘若一般人来此难有收获 只见肖凡对着一块巨石大喝一声 谢 伴随着巨石的碎裂 那前方原本空无一路的场景 瞬间出现一处耀元 只不过荒废了一大半 就在肖凡准备采摘时 身后屏障无故碎裂 要不是自己反应够快 不然早就命丧于此 这让肖凡不禁留下汗水 虽说没有四方神域那么古 但足以秒杀肉深境和先天境的舞者 就在肖凡想加快速度采集灵彩走人时 眼前却出现一道黑影 正是黑水踪周知识 从表情不难看出想立刻抹杀肖凡 哈哈哈哈 是你小子 想不到这么巧 竟然能在这碰到你 我劝你乖乖将手上的储物戒指交出来吧 说着一踏而出 眼中更是闪出一抹杀机 肖凡立刻向后躲去 好在周知识修行法门很差 不然自己就栽在这里了 不过想杀自己了 简直痴心妄想 立刻换出灵冰 用一道攻击试探了一下周知识实力 果然仅靠护体真气便将自己的攻击弹开了 既然这样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这让周知识误以为肖凡想逃 突然一道空间裂缝出现 将周知识的手臂一分为二 他这才意识到这其中有诈 只不过让自己好奇的是 肖凡竟然可以赶制空间裂缝 要知道这个世上没人能做到 肖凡呵呵一笑 这个世上没有人能 但是我呢 这让周知识慌了神 若让此子成长起来 必定是一大祸害 可为是已晚 肖凡也清楚对付这样的人 不能手下留情 既然喜欢为非作歹 还想杀自己夺宝 那必定是留不得的 当然这先天真气也不能浪费 随后大手一挥 吞天丹田给我吞噬 与此同时 刘成长老凭借着宗门至宝 成功地与前长老会合在了一起 突然一颗珠宝破碎 这让两人大惊 周知识竟遭遇不测 定要看看是何人所为 肖凡在吞噬周知识丹田后 瞬间来到了肉身九重巅峰 这让肖凡大喜 从刚刚的修炼中 那被世人认为的肉身 进九重天便是极致 而自己清晰地感知到 还有十重天 也许自己有望 打破桎梏突破到十重天 就在肖凡准备离开药园 去其他地方寻找宝物时 身后的刘成长老 跟随着宝珠提示来到了这里 这让刘成大喜 没想到肖凡出现的位置 正好是从周知识死的方向而来 因为清楚肖凡的实力 是不可能与周知识的死有关的 就被收走了 不过在此之前 可以将肖凡手中的 储物戒指拿回来 肖凡哪里会交出去 自己可是刚刚斩杀了 黑水宗长老 里面还有战利品 小子 我问你 你来的路上 有没有见到龙虎宗的人 无论你看到了谁 都给我从石道来 肖凡看着刘成如此态度 猜测刘成知晓了 周知识生死的消息 不过这也太巧了吧 莫非有独门法宝 能够互相定位 龙虎宗的人 我倒是没看到 不过陌生强者 我远远见到了几位 刘成一听瞬间提起了兴趣 既然还有其他强者 便让肖凡给自己带路 若是骗了自己 到时耶稣也保不了你 看着肖凡开始向前带路 身后的前长老 提醒刘成小心为妙 那肖凡前行的路线 有些异常 时常会迂回躲避 而每次恰好躲避的地方 刚好爆发了空间裂缝 这让刘成大惊 这世上还没有人 能够躲避空间裂缝 实在太可疑了 突然二人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十二人脸色铁青 周执事就是死在了这里 而罪魁祸首就是肖凡 看来这小子不老实 一掌轰在了肖凡所处的位置 恐怕没有什么强者吧 周执事定是你暗算的 事已至此 肖凡也不再隐藏 自己不仅能够 感知空间裂缝 还能加速他成形 看着肖凡挥动着手臂 猛地意识到有危险 果断将前长老推开 果然 在一瞬间 前长老原本处的位置 出现了空间裂缝 臭小子 我定要杀了你 一道攻击打出 好在肖凡闪避 及时紧紧擦伤了自己身衣物 哈哈哈哈 好小子 看来周执事死得不愿 可惜在我面前 还是难逃一死 肖凡拿出在牧室捡到的令牌 既然难对付 那自己就不赔你们浪费时间了 刘成看着肖凡有恃无恐的样子 误以为是护身法宝 不过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徒劳的 再次一道攻击打来 就在刘成认为肖凡死定时 等烟雾散去 肖凡竟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此时的虚迷世界外 肖凡出现在了牧室内 果然一切和自己猜测的一样 这令牌内有特殊灵文 是一块传送令牌 而传送的地方正是这古墓的主牧室 因为眼前赫然出现一座木棍 肖凡通过传送令牌回到牧室 没想到竟来到了主牧室 看着眼前木棍 虽说这里看起来平淡无奇 实则不然 根本无法躲过肖凡的眼睛 经过一阵观察后 这木棍果然有高阶隐秘阵法 在随手施法后 木棍被打开 没想到竟是一处地下室 正中间摆放着石棍 突然石棍内飘出黑雾 外来的试炼者 你终于到来了 能够被我选中 你很幸运 主人当年嘱咐 他的传承者必须是一名阵法天才 显然你无疑是最幸运的 还叫肖凡跪下 等待着自己的传承 听着这一边又一边的传承 让肖凡不得不怀疑 他刚从洗脑组织出来 这恐怕不是什么所谓的传承吧 布置在这的河里隐藏阵文 大木底下封印的邪龙 这是反生大阵吧 棺材里的尸骨应该早已经腐朽了吧 你现在急需一具肉身 想要取而代之 这让恶鬼听了也是一惊 没想到眼前的小伙懂得如此之多 立刻暴露真面目 猛地朝肖凡袭来 这传承不接受也得接受 搜的一下便冲进了肖凡的石海中 冲进去的恶魔本以为可以夺去肖凡的灵魂 只不过让他好奇的是 这具身体竟没有灵魂 你是在找我吗 此刻恶魔的身后出现肖凡巨大的生命 恶魔也是慌了 要知道肖凡的根骨年龄不超过20 这灵魂境界绝不可能这么巧 下一秒 恶魔愣住了 除非他也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 而是跟自己一样从四方神域而来 夺射了这名少年 只不过恶魔不知道的是 肖凡与他并不一样 这恶魔在肖凡石海中如同蚂蚁一般被肖凡随意拿捏 只不过肖凡怜香惜玉 礼教这等灵魂境界 放在四方神域也有一席之地 自然不能将其抹杀 直接将恶魔包成肉粽 随手开始施法炼灵 像这种夺射他人的邪恶灵魂还是很少见了 不如成为自己第一个傀儡 片刻后 那包裹的布袋脱落而下 半跪在肖凡面前 扶手道 主人 肖凡将恶鬼控制后 便要求将这墓地的控制权交给自己 没想到这股墓中的杀阵 幻阵和隐藏机关应有尽有 既然有了控制权 那么对付黑水宗二人便也不在话下 对着眼前一点 便出现了一幅大阵地图 而斑点则代表进入虚迷小世界的五嘴 在一顿查看后 便发现了黑水宗的前长老 此刻的他还不断吐槽 要不是那小子有秘宝 甚至可以控制空间裂缝 不然对自己来说手道擒来 突然 前长老感觉到身后出现声音 几支剑正对着前长老射来 瞬间让自己感觉到背后一阵发凉 赶忙查看自己的身体 好在只是幻觉罢了 这才让自己放松了下来 紧接着又猛地转头 肖凡无故出现在自己身后 如果我是你 我现在就会赶紧逃命 哼 装枪做事 凭你肉身尽 还想吓唬我 煞时间 肖凡释放出一道黑影 直接涌进前长老的石海中 仅仅片刻间 便成功占领了前长老的身体 不过这并不是肖凡的真正目的 只是暂时借用一下前长老这句去窍 因为马上有更合适的身体了 很快 刘成见到了前长老 虽说发现了前长老眼睛通红 不过只是敷衍一番便带了过去 声称自己见到了肖凡 要带刘成前去抓肖凡 一路上 两人毫无交流 刘成意识到不对 前长老手的动作像是要施法一般 暗叫不妙 果然前长老朝着刘成扑来 要不是自己反应快 忽然出事了 怎么可能 他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前长老 你这是干什么 当然是带你见我家主人了 主人 你家主人 突然刘成周遭出现一道阵法 将其控制住 你的新身体 快点接受吧 很快 灵魂弃掉前长老屈翘 重新掌握刘成的身体 还将自己身前的储物戒指交给肖凡 毕竟命恭敬武者的积蓄东西还是很多的 随后便下令傀儡接下来回黑水中闭关 将刘成记忆全部消化干净 又控制住大阵准备将所有人送出去 还意外发现一股异常能量 一生效果的虚拟场景出现在肖凡面前 显然这就是那头为了生灭大阵而准备的毁灭邪龙 自己迟早要收了这邪龙当作骑 肖凡随手施济 便将刘成控制住 让刘成成为自己的人 很快所有人被传送了出来 慕灵月见到肖凡也是欣喜若狂 只不过刘成长老突然出现在肖凡身后 也是让慕灵月吓了一跳 肖凡谎称将储物戒指交给了刘成长老 两人一唱一和算是完美地避过所有人的疑惑 回到灵府的肖凡一下便扎入了炼丹房 紧紧一会儿的功夫 就将冲击肉身石虫天的丹药准备就绪 虽说石虫天是肉身镜 但哪怕先天镜服用的丹药 都不足将此境界冲击开来 前世在四方神域中更是无人成功过 石虫天是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境界 突然肖凡感知到苍穹之力来袭 前世自己也感知过一次只不过失败了 在一阵打坐后 本以为失败的肖凡 意识到自己的神魂变强了 想不到竟是灵魂二次蛻变 显然对冲击石虫天又有了一些进步 本想继续突破的肖凡被月儿拉到屋外 想让少爷教自己练剑 这样在未来可以陪少爷一起走下去 萧凡也是无奈 既然这样还那就好好教月儿一套剑法 在一顿操作后 虽说在外人看来这套剑法平平无奇 但只要结合月儿修炼的宿女精 便足够用到飞升神剑 这时门口传来一道声音 凌晨少爷回来了 萧凡清楚 此人号称灵魂天骄 还被清元宗收为弟子 看来这次找上门必然没安好心 萧凡你好大的胆 三皇子饶你一面 你不知悔改就罢了 还胆敢断我弟弟林雷的手艺 做了什么事情 就要付出代价 本想着与萧凡的地位天差地别 让萧凡选一剑衬手的兵器来单挑 不料萧凡拿出手中的树枝 毕竟对付凌晨用这个足语 这让凌晨哈哈大笑 简直不知死活 自己手中的剑可是被清元宗长老开过光 在整个真武大陆都算是上品宝物 你要是能打败我 我把它白送给你都行 相反 如果你输了 就把你的命给我留下 此时萧凡外公得知消息赶忙走来 本想阻止的外公遭到清元宗长老阻碍 小辈之间较量可自行解决 况且一般人还没有这个机会 这言语间 显然就是想让萧凡出丑 尽管外公反对这次较量 毕竟实力不对的 不过萧凡直接拒绝了外公的好意 毕竟对付凌晨这种人 还不足以让自己施展权力 还告诉月儿好好看看 自己这套剑法的威力 这名少年竟掏出短小金汉的木棍 对战拥有38米的上方宝剑 如此胆大的操作也属实萧凡感这样 只见凌晨对着萧凡当头一剑斩来 丝毫没有留守 轻轻一打 便将凌晨手中宝剑打落 又是一击打在凌晨身上 直接倒飞出去 怎么样 服不服 按照约定 这把剑归我了 这让凌晨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竟被萧凡一招击败 此刻的清元宗长老周伯脸色铁青 凌晨这样出仇 简直是给清元宗丢脸 精彩精彩 无论剑法还是身法都很高明 那么你可知罪啊 萧凡 我们清元宗死在天火山脉 是不是你杀的 面对这样的挑衅 萧凡也是属实无奈 没有任何证据 仅凭去过天火山脉六个字 就来兴师问罪 岂不是一个大笑话 不料周伯以清元宗名义选择 直接将萧凡带回清元宗 林金宏立刻释放出真气 想动我外孙 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周伯看着林金宏虽说是黑山郡四大家族第一高手 但也是一脸轻蔑 毕竟只不过是先天中气圆满而已 两人同时释放出先天气可以觉醒的秘藏之力 不过在萧凡看来 凭借着传授给外公的天接功法 吃不了多少亏 两人的秘藏之力碰撞在一起 显然身为先天中气的林金宏不敌后期的周伯 周伯假惺惺的嘲讽林金宏的实力层次 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心中却冷汗直流 刚才的那一下 自己明显感知到受到了暗伤 霎时间 林金宏灵光一闪 开始吸收周遭灵气 砰个一声 那股气势比先前更加磅礴了 这让林金宏大喜 没想到自己突破到了先天后期 果然先祖的功法玄妙 还是通过对战让自己一举突破 周伯也是脸色一黑 没想到林金宏也有如此运气 在关键时刻突破修为 直接选择放手一搏 释放出秘迹 可以说在先天后期中近乎无敌存在 果然在这一刻 光是秘迹余波就让林金宏无法近身 萧凡见情况不妙 取出在大墓中炼制的玉符 将其丢给外公 声称是先祖留下的护身玉符 只要向其中注入先天真元便可 林金宏也是没有丝毫犹豫 不断注入灵力 那玉符立刻形成一层护盾 将林金宏包围住 强大的能量冲击着护盾 在一阵火花带闪电之下 那股强大的能量消散 林金宏也留下冷汗 要不是这玉符 自己早就交代在这里了 就连周伯也没想到 自己用尽全身气力的最强一击 竟被挡住了 这阵法可谓是恐怖如斯 只有肖凡清楚 这可是天地玉符 这个男人紧紧递给外公一枚玉符 便挡住了来自同层次的 修为的最强一击 没有人知道这可是玉笛玉符 周伯在用完最后一丝真元后 深知情况对自己不利 转头便带领凌晨走人 林金宏也是松了一口气 要不是先祖的玉符救了自己 不然自己这次真有那了 肖凡也是有些头痛 毕竟每次拿林家先祖当作借口 也不是办法 总会让外公怀疑的 不过眼前最为重要是冲击肉身时重天 只有突破先天境才有自保的实力 次日肖凡来到集市 希望碰运气可以找到稀有灵石 凭借着男主吧 一家小贩成功吸引住了肖凡 再经过一番查看 眼前的灵石竟是玄武灵母 哪怕是在四方神域也是珍贵至己 老板见肖凡气质就像某家富贵公子 当场拍起马屁 开口要价一千两黄金 肖凡没有丝毫犹豫决定拿出银两码下来 不料老板深知肖凡对此块灵石看重 开始打起马虎眼 客观 这玄武灵石有价无事啊 肖凡清楚知道老板恶意抬价 也只能认栽 与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即表示两千银两要了这块玄武灵石 只不过自己需要回府再取点银品 这让老板爽歪歪 没想到顽固子弟稍微掉一下 便付了双倍的价值 可真是个蠢货 忽然一阵声音将老板换了回来 同样是看中了这颗玄武灵石 老板本想说有人预定此块零石 可看到小姑娘手中的玉主人 显然比刚才的公子哥付得流有 当即表示只要高于两千银两 便可以卖出去 妹子也没有犹豫 当即准备付出两千二百银两购买 老板见肖凡的到来 也是有点慌神 随之又摆出价高者得的规则来讲理 本就不想找事的肖凡也是有些恼怒 这商贩本就屡次刁难 恶意抬高价格 何来这一说法 两人更是吵得喋喋不休 这让一旁的老板幸灾乐祸 只要两人吵得越凶 这价格反之还能提高 突然老板发现肖凡腰间令牌 这才意识到眼前的公子可能是领宝格的人 当即表示愿意五百两出售 这可把妹子气到了 刚开始还说价高者得 现在看到这所谓的令牌 就立刻卖给他 对着老板就是一顿喷 还气鼓鼓地将肖凡当作传说中仗势七人的坊间恶把 丢下零石就生气地离去 肖凡看着这误会也没有多在意 毕竟两人下次不一定见面 就在肖凡逛完及时回到林府时 月儿跑出府内告诉肖凡来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肖凡抚摸着月儿的额头 再漂亮也没有我们家月儿漂亮 而此时的林府大厅 林金红招待着两位客人 还向二人介绍起刚回来的孙儿肖凡 下一秒 两人都惊了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 本来准备带礼物给伯父的外孙 没想到这方间恶霸就是林家公子 这让肖凡头痛不已 这下可真有麻烦啊 这妹子一言不合就想和肖凡干假 只因认为肖凡就是个无赖 妹子名叫子谦 在前不久 与肖凡在集市相遇出现了误会 被子谦严重认为是个顽固子弟 一旁的爷爷更是认为女儿无理取闹 子谦却坚信亲眼看到肖凡七行霸市 毫无休养 这让肖凡有些尴尬 一言不发 爷爷严厉斥责子谦 自己与林伯父是多年好友 他的为人自己清楚 不可能将自己外孙教导成七行霸市之人 还安慰子谦还年轻 很多事可能是误会 那股委屈和心酸一股涌入子谦心中 没想到爷爷不相信自己 甩开爷爷的手哭泣着跑了出去 爷爷也很无奈 他清楚知道这里面定有误会 只可惜千儿少了一股稳重之气 林金虫也是啪啪一笑 孙子被既然误会了 那就让他去吧 现在久别重逢 两人应当好好畅饮一番 气哄哄的子谦跑出屋外 自己可是亲眼所见 没想到爷爷还误会自己 就在这时 子谦注意到一旁的月儿在练剑 看着那挥舞的剑法 子谦忍不住感叹 没想到这剑法如此之强 还上前询问月儿剑法在哪里学 在得知是肖凡教的 也是大吃一惊 要知道这套剑法高深莫测 看了令人为之震惊 一个顽固子弟怎么可能掌握得 显然此刻的月儿不知道这套剑法的可怕 若配合天接功法 威力将成倍增长 问题是一个肉身镜的人 怎么可能独自拥有这套剑 显然肖凡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想到这里子谦握紧拳头 恨不得好好教训肖凡一顿 另一边 肖凡通过练画玄武陵墓 尝试突破修为 正巧在月儿二人逛完 及时回来突破成功 巨大的响声吸引了二人 肖凡也正为自己是第一个 跨入到肉身时重天的事情喜悦 完全忘记了自己上衣破损 子谦见这一幕 更是气得咬牙切齿直接拔剑 原本以为只是恶霸 没想到还是的淫魔 朝着肖凡一剑袭来 可看着肖凡空手 就接到了自己全力一招 更加不相信肖凡只是肉身镜 肖凡也懒得和子谦计较 毕竟两人之间还算亲戚 我劝你 还是不要再误会你的救命恩人了吧 你和你爷爷周游大陆 寻访明依 是为了治疗你身上的顽疾对吧 而你们之所以路过黑山郡 是听闻灵符有练出完美丹的丹师 这才上门求见 听着肖凡的一言一语 子谦有些吃惊 要知道这是根本无人知道 肖凡也不避讳 你身上的顽疾自然是我自己看出来的 至于为什么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因为 我就是那名完美丹的丹师 妹子前一秒还想杀掉眼前的男人 后一秒竟然发现她可以救治自己 肖凡还提出若能解决你影集 我们就言归于好如何 而且你那其实不是病 而是一种上天的赐语 听了肖凡说这话 子谦有些不敢置信 一把甩开肖凡 自称自己是那位丹师 还能治好自己的病情也就算了 竟还说自己的这种病是上天的赐语 肖凡直接跟子谦道明情况 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凌厉失控 全身刺痛 但每次经过疼痛之后 你的修行的速度也会增长不少 子谦被这么一说也是一惊 肖凡说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 可在一想到肖凡能够空手接住自己一招 显然还是有本事的 难道你真的想帮我 那当然 只不过你身上的问题不是两天就能解决的 只不过需要去边框收集材料 到时自己亲自炼丹治疗 看着眼前的肖凡 子谦不禁诧异 要知道治疗自己疾病的丹药品皆自然不会低 而眼前的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两人谈得如此认真 月儿这时才开口 少爷的衣服没有穿上 子谦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跑出去准备告诉爷爷 突然 子谦发现身体开始刺痛 没等反应过来 直接倒在了地上昏厥了过去 屋内 肖凡安慰陈爷爷子谦 只是病情发作昏厥了过去 占无大碍 陈爷爷也很无奈 自己周游遍大陆并没有医好亲儿的病 而肖凡却说陈姑娘的病名好的确很 但不是没有办法 此言一出 无疑是给了陈爷爷希望 随之又想了想这不大可 边荒的强者都束手无策 况且肖公子的丹田已经破 话音未落 陈爷爷惊奇发现肖凡的丹田不仅修复 而且其中蕴含着无比醇厚的能量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 在大陆上能修复丹田的闻所未闻 这下不得不信任 肖凡有可能真会治好孙女的影迹 不过肖凡告知陈爷爷 做这一切的前者 需要去边荒收集材料 自己才可以亲自炼制相关丹药 此言一出 陈爷爷没花二度 急忙询问林金红 你这外孙还会炼丹 林金红也是一脸得意 自己外孙何止会炼丹 就连完美丹都是他炼制的 看着眼前的肖凡 陈爷爷一脸激动 看来自己来这里选对地方了 夜晚 肖凡开始布阵准备暂时镇压子谦体内病情 只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脱下衣服 这名少年在床上给妹子看病 竟被妹子误认为要双修 肖凡看着子谦这副表情 想必是想到了不该想的地方了 连忙让子谦不要多想 只需要露出腹部即可 自己会将其镇压痛疼之缘 看着肖凡的目光清澈 并无一丝邪念 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才意识到自己误会他了 在肖凡一掌打出时 那金光照射着整个房间 那张手如同吞天一般 镇压着子谦身体内那股作祟圆全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子谦便失去了意识 虽然只是暂时镇压 但不忘动灵力 称一年左右不成问题 对于子谦这样的体质 只有肖凡清楚知道这是圣灵体 在四方神域可以说是无比强悍的存在 若在未来彻底解决了自己体质后 可真想看看一飞冲天到什么修为 就在肖凡出门时 月儿找了上来 林宝阁来人邀请少爷去一趟 不一会儿的功夫 子谦从昏迷中醒来 看着自己的身体 没想到静电的如此轻盈 想到这里子谦不由地开心起来 过去自己因为病情影响 不得不压制自己的修为 如今终于可以释放出来了 当然此次来黑水郡不仅仅为了治病 还有个目的就是借用林家外籍名额 在黑水郡的四足大笔中拿到第一 立刻摆起姿势 解开那先前被自己压制住的修为 瞬间恢复到了先天境界 然而下一秒 子谦又感觉到自身一阵刺口 莫非自己老毛病又犯了 可肖凡不是帮自己压制住了吗 这到底什么情况 此时的林宝阁内 翠姬正与肖凡谈论着完美丹的合作方案 要不是自己在先前就认识了肖凡 不然早就认为肖凡像是个活了百年的怪物 就在肖凡凡准备离开林宝阁时 大门被缓缓打开 眼前的一幕让肖凡一惊 黑水宗来黑山郡城这个小地方做什么 慕陵越见肖凡在此也是心中愉悦 可这让一旁的大师兄看不下去了 没想到在哪里都可以碰到他 不过看着肖凡空手而出 显然是个土鳖 而现在没有龙虎宗撑腰 刘成长老定想收拾收拾肖凡 看着眼下这局势 大师兄再次对着肖凡挑衅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 刘成长老已经开始擦拳魔掌了 准备好好教训肖凡这个小杂碎 碰得一拳 还没等自己缓过来 就被刘成长老一掌扇飞出去 快点滚开让路 不好了 大师兄又被师父打了 这样倒在地上的大师兄和众位师兄妹一脸懵 刘长老 您是不是打错了 打错 打的就是你这个不懂规矩的东西 刘长老的问候起来 肖少爷 您和翠姬大人的事情商量好了吗 随后瞟了一眼深厚的众人 肖少爷可是我们的座上宾 若有谁对我们肖少爷无礼 有他好果子吃的 这让慕林月众人惊道了 要知道林宝阁的座上宾 最起码要先天静和宗门大长老级别的人物才行 肖凡也解释道 自己与刘长老算老相识 这是自己不会放在心上 供奉一听 既然这样也表示不再深究 事后 肖凡以药事为由 找刘成长老私下交谈室 并让供奉准备一间客房 待房门关上的那一刻 刘成直接跪地拜见主人 而此次凑巧会面 第一是改进了黑水宗的修炼功法 好拿回去修炼 等刘成接过功法 整个人大惊 没想到这是天阶功法 要知道这可是残缺的黑水宗功法 竟被改到了天阶功法 而且每一部功法都是大门所创 仅一部足以惊人 而传承大门所创的完整天阶功法 和自己独创 难度更加天差地别 更是别说不是自己所创 而是按照他人思路修改出新的天阶功法 这又是另一种境界 其二便是询问黑水宗来次打算做什么 从刘成口中得知 如今四大宗门齐聚于此 目的就是为了在不久之后 即将举行的四足大补 之所以此次隆重 是因为大笔排名第一的奖赏中 有一株四品零财赔零藏 品阶虽低 但对低阶修饰有莫大帮助 实属罕见 各大宗门碍于面子不愿强取 这才对外开放四足大补 同时对外也开放报名 听了这话 肖凡也开始活动起了精力 虽说品阶低 但如果得到他便可以晋级先天晋解 既然这样还不如陪他们玩玩 四足大饼 是特意为小辈们举办的比赛 目的就是为了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 让小辈们赢得第一 获得一株四品零财赔零草 站在擂台上的肖凡 看着面对着比自己身材魁梧的男人 看似那是一股强有力的拳击 但在肖凡面前不堪一击 只是轻轻一拳 用男人打飞出去 没想到在这里竟碰到了男宫世家男宫学 看着眼前的女人 肖凡也是有些陌生 怎么 你要为男宫家找回脸面 呵呵 我只是想告诉你 凌晨已经练出新的绝招了 准备向你复仇 此言一出 吃瓜群众也是一惊 要知道他是凌家天才 竟败给过肖凡 另一边的子谦也气得不清 毕竟肖凡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总有一天必须把他的全部给扒出来 在八进四的半决赛中 子谦对战大师兄赵峰 赵峰也是不禁感叹自己的机会来了 虽说自己肉身尽对战先偏尽 但自己定能像肖凡那样 在牧师妹面前出风头 果不其然 在一阵对比中 大师兄成功地给师妹留下了好印象 只因有气的女孩惹不得 肖凡小看我也就算了 没想到肖凡这种臭鱼烂虾也小看自己 直接当众让肖子女子全部看 这让肖凡算是面子丢大了 选择主动弃拳 轮到肖凡上台时 面对的是白把筋的胖子姜涛 肖凡一眼便看出此人练习的是拳艺 只不过在比赛中 胖子不论施展和等招式全部被肖凡 这让吃瓜群众也是一脸吐槽 只是个会躲避的废物 就是为了等胖子消耗完体力后 以一带矛 这让一旁的子谦满脸比 剑势浅薄就少嚼舌根 拳艺本是舞者日积月累地磨练才拥有 而姜涛练习多年的拳法 拳艺却没有任何经济 肖凡一手带弓 卫招引导 显然是在打指导拳 这让子谦越说越起 这肖凡果然藏得很深 胖子在对比中 也感觉到自身真缘明明耗尽 但拳艺却更加精纯柔韧 不得不怀疑这小子在帮自己练拳 可实力完全不如自己 怎么可以给自己练拳 气氛倒让肖凡不要只会躲避 有种功来 肖凡几个踏步便让胖子分不清状况 猛的一拳 又是一脚 让胖子下出冷汗 立刻选择投降 赛后的胖子如同跟屁虫一般 对着肖凡一顿眠 希望肖大哥教自己 可把群众看呆了 一个先天静叫肉身静大哥 这岂不是活见鬼了 与此同时 四强名额也诞生了 分别是肖凡 南宫雪 凌晨 莫范 这名少年竟在四强赛中 遇到自己的前女友 南宫雪一脸嘚瑟样 炫耀着肖凡当初在订婚时 送给自己的装饰 当然你我前缘 今日再次一刀两断 在比赛开始时也是没有保留 虽说使出天女散花 但还是被肖凡徒手挡了下来 一记斩来 直接一指带剑 一鸣剑气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又是一招零硬 抬起了血脉中的密藏之力 让肖凡看似陷入了苦战 这让台上的三人愁眉苦脸 而子谦就是被南宫雪的这招打败的 不知道何时坐过来的胖子 一语道破真相 肖哥只是在观察他的水属性密葬 之前在对战时 发现肖哥有吞噬他人力量为己所用 果不其然 肖凡在看到南宫雪释放出的真元水属性 比寻常精识更为精准 果断施法将其收到囊中 南宫雪意识到自己真元在不断流失 立刻改变招式 一剑飞仙 万束梨花 使出清元宗高阶功法 看着眼前的一切 也是让肖凡有些恍惚 在这一刻 南宫雪的姿势太像自己的爱妻云月 没等自己反应过来 南宫雪便一剑刺了过来 好在肖凡反应过来及时躲过 两指一夹 慌得一声便将剑一分为二 让自以为傲的南宫雪输掉了比赛 另一边 凌晨对战莫家莫范 在打斗中 莫范直接释放出蛇的虚意 给怕蛇的凌晨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格挡间 莫范直接使出幻术 让凌晨进入那恐怖的血海空间 吓得凌晨脸色铁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肖凡一眼辨认出这是幻术 只不过真武大陆何时有幻术师修炼了血海幻境 而且还给自己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下一秒 肖凡瞳孔放大 莫范周遭散发出血雾 而这就是血煞之气 凌晨此刻还沉浸在幻术中 手中那柄剑早已裂开 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莫范剑十几一刀 猛地朝凌晨次来 打算杀了凌晨 就在众人误以为无法阻止时 肖凡上前一把抓住长矛救下凌晨 灭障 你以为寄生在人体内就能瞒天过海 忌惮灵剑的清灵之气 同时精通血海环境 除了天宫的死敌还能有谁 只是没想到你们的爪子居然伸到了凡间 血魔族 随手打出响指 便解掉了沉浸在幻术中的凌晨 让凌晨从幻境中走了出来 裁判直接宣布开始决赛吧 血魔族 以血为生 专修血练邪功 原本早在天外神域被清剿干净 不料如今竟然出现在真武大陆 肖凡在发现血魔族的存在后 立刻飞上舞台就下凌晨 同时也是为了揭穿血魔族的伪装 理事开始瞬间 末范来到肖凡身后 本以为可以偷袭成功 不料被肖凡直接躲过 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还被肖凡轻轻松松打出原形 刺穿了身体 那心脏处本体露出 从里面传出一股雾气 立刻弥漫周围 煞世间 闻到此股气息的观众手握脖子 口吐老谭一命呼呼 比舞台上的二人 也被这些物团团围住 血魔也自然地暴露出原形 肖凡 这可是你自寻死路 见过我真面目的人都得死 没人就得了你 你们族里的老妖怪 难道没教过你 遇到四方神域的人 要绕着走吗 血魔听了肖凡这话 也是愤怒起来 不得不将肖凡 与无上天宫肖天帝联想起来 哈哈 很可惜你猜错了 我不属于无上天宫 我就是无上天宫 听了这话 血魔脸色大变 蓝脸恐惧 不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陨落了 更是吓得向后退去瑟瑟发抖 要知道肖天帝对付魔族的手段 不是谁都可以承受的 立刻将本体退回到莫范身体中 直接让莫范失去意识攀倒在地 林天海见状立刻跳到比武台 一把将莫范抱入怀中 肖凡 这笔账莫家记下来 此时的灵府 可谓是人多热闹 都在听说肖凡得到本次比武第一后 纷纷想与灵府结交 希望能够尽快拉拢肖凡 这样在日后也有一层保障 只不过此时的肖凡 正在炼丹房闭关炼丹 在所有材料准备完毕后 再加上据林镇的辅助 通过周天混元炼丹绝进行修炼 不到一炷香时间 那完美级别的破镜丹 被肖凡成功提炼而出 这还没完 通过大笔得来的裴领草 将其投入到丹炉中 那本是完美级的丹药 瞬间提升至传说级破镜丹 那气息从炼丹房内传出 让人闻了瞬间心旷神怡 纷纷表示出价购买破镜丹 两人争得不可开交 就在此刻楼上的肖凡 看着一伙披风之人出现在大厅 他们是什么人 肖凡成功夺得四足大笔第一后 几名陌生人得知消息 立刻来到了丹楼 带头老者是五毒门长老 而实力已经到达先天境后期巅峰 此次前来就是因为肖凡 在四足大笔中获得第一 要知道前不久的肖凡丹田近毁 而如今忽然在一息之间恢复 这显然有问题 或许丹家意外得到上古秘境 并指明道姓地让林金鸿将其交出来 看着五毒门长老这般刁难 林金鸿也是有些疑惑 这种秘密根本没人知道 莫非是谁走漏了风声 而此刻众人的背后 莫云峰躲藏在暗处 这一切的消息都是他在丹家安排的细作口中得知 五毒门长老见林金鸿不交 这一刻甩出蛊虫 却被赶来的肖凡一把抓住将其捏碎 而这无疑是给了五毒门长老一个很好的借口 今日林家杀了自己的赤裕蜈蜈蜈 要不交出传承要不就把肖凡拿去炼成要人 立刻下令让徒儿门进入大厅搜查一番 正当肖凡准备动手时 屋内飘来一道黑雾 将周遭包围住 如此强大的威亚让五毒门长老面容失色 屋内射出一道金光击打在长老胸前 直接一命呼呼倒地身亡 这一下让莫云峰也是一想不到 没想到林家又多出一位强者 乌尔门更是一脸无辜的样子 询问为何杀宗门长老 那威亚如同巨大的黑衣 让人不敢喘息 杀了又如何 还不快管 见如此强大的圆丹镜强者气息 乌尔门也是慌的一批 连忙拉住长老退出林屋 屋内 刘成凭借着肖凡给自己的功法 顺利突破了圆丹境界 通过刘成口中得知 此次来黑山郡城不仅仅只有五毒门 还有古道宗 天福宗 龙虎宗等外地宗门纷纷来此驻扎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宗门 只因为黑山秘境即将开启 数日后 秘境入口各大宗门聚集于此 熟悉的五毒门 对手清元宗 好兄弟龙虎宗以及黑水宗分至他来 伴随着山间造口不仅 那秘境入口也随之开启 黑山秘境 乃是上古宗门所开辟每百年一开 秘境吸纳了毁灭邪龙和天火山脉的灵气 可以说危险与机遇并存 黑山秘境内 紫谦本想带队通过这片赫沙深入秘境 萧凡却让刘长老小心为妙 此处出现赫沙必有古怪 刘长老也是听从此意决定绕道而行 不料众位弟子在大师兄的暗示下 纷纷摆出对萧凡厌恶的表情 只有这样才能让萧凡至那而退 你若不信邪 大可自己去沙地上走走看 弟子哪会信这些 直接站在沙地 他要让众人知道萧凡说这话就是在危言耸听 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危险 下一秒 沙蛇将弟子困住 要不是逃离迅速 不然早就葬身于此 萧凡直接掏出完美集回灵丹地给弟子 看着如此大手笔的萧凡 大师兄坚信这点小恩小贵 不可彻底打动师弟们的心感 可紧接着 众位师弟一拥而上 想要萧凡手中的灵丹 在前往黑山逆境深入的路上 显得格外安静 这让子谦和萧凡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安静得连鸟叫声都没有 正巧众人此时要通过前方一处找 在刘成长老的安排下 让众位弟子以一字长蛇阵前进 就在众人走到一半时 大师兄本想提醒大家打起精神做好戒备 当回头时突然发现身后湿地凭空消失 一名弟子被沼泽下的触手缠住 慕凡月手急眼快将触手斩断 秀下那名弟子 不过自己也被触手缠绕住 本想上前救慕凡月的子谦被萧凡一把拦住 黑水踪练习过水溪数自然不用担心 选择静静观看 随后借用子谦的宝剑 纵身跃起 使出天地绝三尺星芒 一剑朝着脚下的浮岛刺去 那原本平静的沼泽突然抖动起来 肖凡脚下的浮岛缓缓站起 露出真面目 竟是藏在沼泽内的一只荒兽 果然一切和肖凡想的一样 这秘境里的荒兽吸收了邪龙的狂暴之气 早已变异 在刘成长老的待遇 众人成功将荒兽斩杀带 慕凡月也被成功救出 看着眼前肖凡抱着自己 慕凡月不由地紧张起来 若睁眼自己岂不是大骗子 若不睁眼自己出闻可就没有了 就在犹豫之际 肖凡猛地朝着慕凡月身后一排 那一切幻想全部被喷涌而出 就连刘成长老看了都一脸无奈 可真是神女有意 相亡无情啊 随后又走到刚刚的荒兽面前 拿起其中的一条鸡腿咬下去 那本就充满狂暴之力的荒兽 在肖凡吞噬后 丹田中的上古艺术 碎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 而这也成为了肖凡的 出奇制胜的杀手紧 肖凡有多直男 妹子正想着羞羞的事情 他却无事 同时一把将妹子拍醒 根本没有丝毫留情 换作是你你会上吗 一路上众人朝着秘境深处继续进发 这是远处的胖子歇斯底里的 跑向肖凡的自然 通过胖子的口中得知 他跟随着古墨宗的队伍 找到了失落的神殿 大家一致认为 有一把一同穿了进去 乃知道他们无意间冒失了神灵 全部变成了包骨头原地暴毙 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逃了出来 肖凡猜测是血魔族的出现导致 也很有可能四方神域出现了变故 在于流程示意后 选择禁军那座失落的神殿 让江涛负责带路 来到神殿门口就看到了古墨宗的人 早已变成干世无意生还 就在众人向前走时 一旁的巨大石像吸引住了慕凌月 忽然石像猛地睁眼 这让慕凌月打了个机灵 而那石像也说起了人话 而等凡人 见到神明还不下跪 这把小辈们吓了一条 就连身为袁丹静的流程长老也吓得不轻 不过这一切在肖凡面前全都原形毕露 没想到魔族经过万年还没有进步 反而躲在这石像里虚张声势 见众人不从 但石像开始转动起来 一旁的丹尸词不挽为丧失一般站了起来 将众人包围住 流程长老凭借着袁丹静介修为 将众人护在身后 身后的胖子突然像被控制一般 朝着鼓签一拳打来 见此情况 流程一记弹指打在胖子没心处 这才让他恢复了十字倒在了地上 虚弱的紫谦安慰着木灵月自己只是小伤 无料 流程意识到 这血煞之气侵入肺部 若再不治便会毒气攻心 萧凡见紫谦受如此伤害 一股愤怒暴泻而出 本想留一条狗命问下话 现在大可不必了 那石像也不甘示弱 一道血魂斩朝着萧凡斩来 两人打斗的鱼波将那些干尸全部冲散 就连流程长老也有些挡不住萧凡这气势 很快烟雾散去 那本完整的石像 从中间是箭一分为二 随后萧凡开始盘坐为子谦驱除血煞之气 就在大师兄围着魔头死绝时 那掉落的头像中突然飞出三眼血魔残存的元神 可奈何速度太快让其逃脱 此时出口出现一道黑影 来者正是莫范 那元神正好一头扎进莫范的胸口处 而身后又跟着莫云峰众人 显然此次的黑山秘境 莫云峰就想拉帮结派将萧凡彻底消灭 萧凡也没想到 莫云峰竟联合清源宗与五毒门要除掉自己 萧凡深知他们人多势众 显然不是对手 看着周围环境 通过推算 这声门在脚下 立刻在流程慕林月二人面前窃窃私语起来 就在众人准备拿下萧凡时 三人一同瞅准时机同时施法 朝着那神殿的四周打去 煞时间洞内开始晃动起来 萧凡众人脚下地板塌陷 成功逃过莫云峰的追击 此时的底层 萧凡望着陌生的四周 从布置上看相似墓穴 本想背着紫谦走路的萧凡 直接被紫谦害羞地拒绝了 走在前面的紫谦身后有一道黑影 萧凡发觉一把将棋揪了过来 哪料是一只黑色蝙蝠 还是三只眼 人类 放开本座 萧凡一眼便认出了三眼血魔 哪料这三眼血魔还委屈起来 要不是萧凡破坏了自己素体导致真云外血 不然自己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见着血魔如此记恨自己 当即表示要斩草出根 这下的三眼血魔欲哭无泪 表示可以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 带萧凡走出秘境 找到宝藏 不过在此之前 萧凡更加好奇血魔族不安分待在四方神域 反而来真武大陆做什么 三眼血魔没想到萧凡竟知道四方神域 那定然知道神域中最强势力无上天宫 而现任公主林飞扬 正率大军四处征战 他单方面撕毁和平协议 企图侵略整个四方神域 血魔族为了生存不得已转移到下界繁衍生息 听到这里萧凡也是有些恼怒 没想到林飞扬竟如此胡作非为 而根据血魔所说 反间流逝时间比神域快得多 而自己有了吞天甘甜 十年内定能重返巅峰 杀回四方神域 而现在三眼血魔比自己更加了解四方神域局势 一口咬破手指 与三眼血魔签订主补血气 无奈的三眼血魔也很无奈 要不是自己需要血气养活自己 现在只能屈服为奴 总有一天破开血气吸干萧凡 这只蝙蝠竟让子谦和萧凡双修 只因子谦弃血两亏 自己可以传攻血魔族功法助子谦修炼 三眼血魔在与萧凡签订契约后 立刻将萧凡带进自己珍藏宝物多年的仓库 正当三眼血魔得意自己的画作时 萧凡却似一脸不屑 就这么点东西 也就只有小地方宗门才拥有 就连子谦也是没有多关注财宝 反而是拿起一旁的历史书看了起来 等自己回过神 发现萧凡消失不见 突然一个投入了出来 果然还是主角会找 将三眼血魔的流光披风找了出来 只要披上便能隐身 无法轻易看破 身上还夹带了雷火弹 以防不时之需 不过比起这个 萧凡还发现了一座迷你木雕 三眼血魔见了立刻慌乱起来 萧凡自然懂得这东西和无面血魔有关 不然怎么会有这东西出现 三眼血魔也是一脸无奈 要不是自己修为尽尸 只能靠这尊木雕上记录的独门魔宫来夺回力量 突然周遭开始震动 两人发现情况立刻向外逃去 刚出外面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眼前的各大宗门竟然在一同攻击蛟龙 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打的遍体鳞伤 三眼血魔也是一脸看热闹的样子 要知道这黑蛟龙好歹是数一数二的强者 竟然想着去惹他 看着那头蛟龙追着大师兄将掏二人 木灵月燃烧自己深真缘吗 释放出水梦迭长 眼看自己快要撑不住时 伴随着一声强烈爆炸 误以为死掉的木灵月缓缓睁开眼睛 没想到是肖大哥救了自己 在被带到安全地带后 木灵月本想好好谢谢肖凡一凡 可没想到子谦也在这里 只能甘大地收回那股感激之情 从木灵月的口中得知 他们跌落后 无意在一片壁壶旁发现一株不凡的气花 几大宗门都想将菱花耐入囊中 因此大打出手 互不退让 响亮的打斗声惊动了黑交融 这才不得不联合阵线与之抗衡 虽说这样 但每个人都在伺机夺取菱花 肖凡清楚那确实不是普通的菱花 而是九转七星花 此花开九朵 每朵生七半 同脉同源 同生同死 既然这样还不如自己收掉 这样自己能够突破先天境的同时 还可以开启密藏之力 毕竟我的命可是连神都不敢受 九转七星花 具有强健耕骨 延长寿元的奇效 在四方神域也是赫赫有名的极品灵彩 就在众人与蛟龙缠斗时 肖凡敲默默来到九转七星花旁 就在此时 莫范望着远处的奇花 眼中浮现出肖凡的模样 立刻拿着长毛刺了过去 让肖凡露在众人面前 被一下子震惊了所有人 没想到肖凡活了下来出现在了这里 就连莫云峰不禁感叹 要不是莫范有血海魔童 不让还真被肖凡这小子捡到大便宜 蛟龙见肖凡离奇花如此的近 也是转移攻击目标 喷起一大口火朝着肖凡吐来 刘成见主人被袭 也是让众弟子全力支援肖凡 若肖凡出了什么意外 自己也会跟着神魂俱灭 凌晨看着远处打斗 当机立断 命令所有人使用传送卷撤出秘境 见眼下情况 刘成也不再保留 使出黑水针法苍傲过 将蛟龙冰冻住无法动态 让所有人都缓了一口气 只不过自己用功过度 身体有些疲惫 本以为凭借功法可以封印半小时 没料不到骗客功 那蛟龙便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看着这一幕 三眼血魔幸灾乐祸起来 被两个妹子 好好地蹂躏了一番 才到处尸起 那蛟龙对人类恨意不仅 那力量就永不衰竭 可以说它就是 整座黑山狂暴之力的来源 看着眼下弟子伤的伤 刘成也是开始无力起来 现在看来那蛟龙 很快便会暴力而出 到那时所有人将逃出不出去 看着手中的雷火弹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只要自己去做诱饵 以雷火弹的威力 足以炸伤那头蛟龙 而到那时 所有人见机行事 快速逃离这里 几人看萧凡这么做 也是赶紧阻拦 毕竟这样很容易 让自己活下来 萧凡声称自己 有凌家先祖传授的 特殊功法可以自保 而只有萧凡清楚 自己的天地 觉得真气能够 护住自己心脉 只要活着 自己必定能够东山再起 一旁的大师兄 劝小师妹不要凑热闹 萧凡也是为了 大家才这么做 脸色阴阳道 萧兄弟舍身取义的精神 我赵峰算是服了 你吉人天象 放心的去吧 天下好男人多的是 师妹何必吊死 在萧凡这棵歪薄树上呢 啪的一声 木灵月朝着赵峰 一巴掌扇了过来 就算我跟萧大哥死在一起 也不和你这窝囊废截偷生 听了木师妹这话 赵峰也是没想到 师妹竟然是这样评价自己 那往日师妹 与萧凡在一起的场面 全部回荡在自己毛海东 瞬间所有愤怒涌现而出 每个人满嘴都是萧凡 一气之下 静直冲向蛟龙 在一声爆炸中 掀起的浪涛迷茫到四处 只留下大师兄那熊熊燃烧的衣物 大师兄他死了 大师兄他走了 带着愤怒与嫉妒地走了 木灵月怎么也没想到 大师兄竟如此的傻 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在众人得救后 神殿的水位开始下降 看来阵眼九转七星花被拔后 彻底露出碧潭的本身面目 看着墙上壁画 通过子谦的阅读 这个上古宗门名叫玉姬宗 本就是最弱的宗门 忽然有一天神器开始显灵 声称勤劳耕耘打动了上天 便赐下了天阶功法 这才让宗门强大起来 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口中的神 就是血魔族 只因在四方神域内斗中战败 这才来到下界扮演神明 帮助弱小的玉姬宗 此后又告诉玉姬宗 只要培养出九转七星花 便可以尽生命恭敬非生神域 从此不再受生死之苦 宗门为了达到目的 黑龙在折磨中含恨而死 烟气化为了黑蛟龙 听着这离奇密史 不禁让所有人感叹 这么强大的宗门 竟只是魔神眼里的棋子 就在此时 弟子们找到了宝藏 里面存放在数本玄阶功法 只不过让萧凡怀疑的是 既然玉姬宗面门了 那五面血魔又去哪里了呢 神殿外的慕灵月 独自一人坐在天阶上 看着手中一块不亮 虽说赵峰师兄横行霸道 贪生怕死 但也是一同朝夕相处十多年 自己也了解 大师兄对萧大哥有疑义 这是一名小师弟跑过来 口中喊着大师姐 将自己在神殿内 发现合适的灵气 送给大师姐 这让慕灵月也是有些惊讶 自己怎么能够有资格 叫大师姐了 众人也是一起附和着 大师兄牺牲了 自然是成了大师姐 而且慕师姐 还更加地关心他们 这让慕灵月 还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在萧凡的点头 试一下还是接受了 那么从今天起 自己将成为黑水宗大师姐 定当豁出性命 保护各位师弟师妹 妹子都主动了 你还不主动吗 众人从黑山秘境出来后 外界环境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因将灵花抽走后 那地脉灵气全部返还 给了黑山的花草树木 离别前 萧凡将自己炼制的 破镜单交给慕灵月 助其突破先天境 慕灵月羞涩起来 萧大哥还是那么面冷心热 灵月厚颜 可以再向萧大哥 求一件东西吗 这还没等萧凡反应过来 不愁巧的是 小趴菜对着子谦一顿嚷嚷 让他有些不耐烦 转头便让萧凡好好管管这宠物 就看到了少儿不移的一幕 看着慕灵月羞涩的逃离这里 萧凡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萧大哥总有一天 我也能和你并肩作战 你要等我 立刻下令让流程保护好慕灵月 自己需要黑水冬 尽快壮大起来 一旁的小趴菜不停地扑腾着 没想到这小子艳福不浅 真是蓝颜祸水啊 萧凡回到陵府 就收到领保阁的邀请 过几日便是五年一度的领保大会 是大宇国内少有的拍卖大会 很多权贵世家和宗门 都会拿出天才地宝进行交易 次日萧凡准备跟随车队 一同前往天心城参加领保大会 没想到在马车内遇见了子谦 管家表示马车不够只能挤一挤 自家小姐也是听了有领保大会 想看一看有没有药材 决定一同近拍 这可是让直男萧凡一脸猛低 自己莫非压抑不住圣灵体 还是说最近复发的厉害 还打算上手给子谦把卖 直接被一把拍开 从现在开始不准碰我 不准看我 不准跟我说话 保持距离 离我三尺以外 面对这样吃了火药的子谦 猛逼的萧凡显得更加猛逼了 路上 众人来到那被一件 劈成两半的黑风山 只不过这里被叫 黑风萌的山贼板式 做起来拦路劫才够大 不过好在黑风萌与陈家有协议 交了过路费 不敢胡乱来 话是这么说 但萧凡一眼就感觉到了 此处有不寻常的气息 看来这个黑风萌 没有那么同意嘛 妹子若让你离三尺远 千万不要觉得无事 说不定明年的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 夜晚的众人 决定停留在黑风山 驻扎一晚 突然一只剑飞来 要不是萧凡抓住 不然子谦将会葬送于此 紧接着又是树到剑飞来 将陈家小辈乱剑射死 看来边荒陈家 也不过绣花枕头啊 此刻山顶上出现一伙人 赵德彪你什么意思 咱们陈家可是按道上规矩走的 规矩 一批完美吉丹药藏在你们货里 这可是和你们当初说的不一样啊 带着手下就朝着萧凡众人冲来 囊大的生机力 让地面也是崩裂而开 这让管家也没想到 陈德彪近短时间内突破千天境 一记火焰打来 让管家与陈德彪分开 看着是子谦放出那道火焰 陈德彪起了歹心 没想到有如此美人 看来可以带回去做压寨夫人 萧凡看着子谦用出木系密葬 也是放心了下来 看来这圣灵体果然不同反响 自己不必出手了 众人一同缠斗在一起 有子谦管家加月儿的配合 这让陈德彪有些棘手 吹出口哨 手下对着众人撒出毒药 让三人失去了战斗力 便下令让小塔拉米 将男的全部解决掉 留下货物和女人带回飞风寨 忽然一道剑气飞来 直接了结小塔拉米的幸运 看着周围小弟一个接一个的去找阎王 陈德彪脸色也是一尘 这剑气显然是从十里之外发出的 自己根本感应不到那人的存在 起码是先天境后期起步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立刻带领小弟撤走 但路上 早已等待多时的肖凡从树后走出 陈德彪才不吃这套 区区肉身境也敢截胡自己 简直找死 不过这次并不需要肖凡动手 直接派出小趴菜出场 秒秒钟就将小卡拉米吸尘干尸 陈德彪见这一幕也是吓得不轻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是谁告诉你们陈家商队有完美极弹药 又是谁只派你们来截彪的 哪料陈德彪邪魅一笑 那人可是你惹不起的大爹 想知道答案到地府来吧 说着吞下一个毒药一命呼呼了 看着陈德彪的死 肖凡也清楚 看来这黑风盟只不过是棋子而已 更大的操盘还在天心城等着自己呢 若你发现浑身灵片的人 不要惊慌 在天心城内 还有不同种族的人类 他们是天蛇国人 自称是神兽天蛇的后裔 这里不仅仅只有天蛇国 还有玄武国等其他国家 也有武者来到这里游历定居 天心城名为天心 而天心城大宇皇室的心腹之地 被靠山川内通运河 地势广阔交通发达 可谓是大宇国命脉所在 子谦还不忘警告肖凡 收起黑山郡的顽固气息 这里的人一个都惹不起 这可把肖凡给说懵逼了 子谦二人率先来到飘香楼 本想叫店小二给自己找个位置 不料小二摆出比一的眼神 今儿刻满了 空位置已经被预定了 明儿再来吧 子谦哪是那种好欺负的人 把客人拒之门外 就是你们大宇国第一楼的代客之道 哈哈 瞧您说的 只有不让您尽才可以保住这城口 这可是天心城第一世家 安占家族的麾下产力 你们这种下酒流的货色 也配来这里吃 既然那么想吃飘香楼的菜 那几条狗啃的骨头 是师父们刚刚丢出去的 若不嫌弃和他们拼桌吧 说着还指了址地上的那几条狗 这一下子引得楼内客人唏嘘嘲讽 肖凡缓缓走来 果然每到一个地方 总有不长眼的狗 那散发出的气势 让小二吓出冷汗 刚刚那股嚣张的气势 瞬间消失不见 反而畏畏缩缩的叫肖凡不要乱来 这里不是谁都能惹得起的地方 突然一块石子飞来 静止刺穿店小二幼土 楼下的客人见是楼上动手伤人 瞬间不敢说话 他们知道这是自己得罪不起的人物 此时一名男子从楼上黄缓走来 在下教训自家的狗 让各位贵客见笑了 今天赠送每人一壶万花飘香 同时今日全场消费由我云海买单 男人却静止走到肖凡面前淡淡的 肖凡 好久不见